好 那么我们现在就接着我早上论语的部分 来跟大家再做观念的分享 其实这些句子大家也都看过 但是我们在读它的时候 我给大家一个方法 就读这些经典 怎么样深入 就是你要问它问题 为什么这样是对的 或如果不这样 那会怎么样 当你每次都做这样的思考的时候 你就自己告诉了自己答案 你就能够深入这个话的意思 群居终日言不及议 好行小会难以待 所以我们50岁的人会开同学会 开同学会大家很高兴 什么都可以 聊一些年轻时候很快乐的事情 这些话确实有点言不及议 可是它有修补情感的作用 但是呢 就是特别凑在一起 大家要聚会人会闲 平常日常生活的时候 尤其白天在工作的时候 就应该是在工作的状态 而不是大家聚在一起 或者是讲一些有个不重要的事情 浪费时间的事情 那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呢 因为必须看起来有事情在做 因为你没有在做事 所以我早上说 最重要就是服务的人生观 两个概念 服务跟学习 所以你的时间的使用 白天可以工作的时间 而不是晚上休闲的时间 白天可以工作的时间 你要么在服务 要么在学习 每天八个小时都是这样 人生就非常的实在 所以我们把该工作的时间 拿来讲一些不重要的事情 这就是言不及议 讲一些不重要的事情 那如果要谈话 要讲话 要讲些什么呢 是需要讲才讲 而所谓需要讲的话呢 就是对别人的学习有帮助 对别人的改正缺点有帮助 对别人的工作的进展 有好的建议 那这就是有意义的谈话 这就是极异的谈话 所以我们日常生活 讲话的时候要注意 当然我们有很多时候 我们讲话呢 是为了捧捧别人自己得到利益 或捧捧别人 让他去做 对他来说 可能有伤害的事情 那那些就是不好的话 好 言不及好行小费难以灾 为什么好行小费呢 就是我给你一点 你给你一点 直接都是不重要 多了不多 少了不少的事情 我们应该做那些 对自己成长有帮助的事情 对别人成长有帮助的事情 对我们的家庭 环境 社会 公司 国家的进步 有帮助的事情 而不必 人与人之间 好行小费 那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观念 就是说 如果你是一个很忙碌的人的话 你肯定不喜欢闲聊天 除非你是工作 告一个段落 大家休息一下 就讲一下话 轻松一下 你绝对不会拿 你可以工作的时间 来聊天 所以如果你开始进入一个 不喜欢聊天的状态的话 你就肯定是一个忙碌的人 然后呢 你忙的事情都是很有意义的 然后我再请问大家一个问题 一个有能力的人 会不会是一个忙碌的人 会 因为他一直都有 有用的事情要做 有意义的事情要做 所以一个有能力的人 就是有 就是忙碌的人 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 可以做 对不对 有没有发现这个社会上 很多人可能没什么事情可以做 整天在杀时间 他可能是我刚才跟大家讲的 《易经六谣》里面 永远的第一谣 我们并不希望我们自己是 永远的第一谣 永远的第一谣 做一点事温饱就好 其他时间拿来杀时间 有能力的人要做很多事情 要做很多的学习 在你可以用来工作的时间 绝对不愿意闲聊 浪费时间 同时这个话非常地深刻 因为太多人的日子呢 是浪费掉 那么 好 讲话要讲 对别人有用的话 学习呢 要勤勉 不止息 温故而知心 可以而失语 对不对 温故为什么可以知心呢 读同样的东西 譬如说论语的句子 我们都听过 为什么可以知心呢 你当时并没有看到 更多的材料 你为什么可以知心呢 就是你在温故的时候 你有去想它里面的道理 然后你用这一段时间的 新的人生的阅历 人生的经验 去想这里面的道理 然后你又理解 又结合说本上的知识 对你来说就是一个进步 你既然是一个正在进步中的人 你的进步的经验呢 就可以跟别人分享 可以为失语 否则永远讲的是永远的那些老套的东西 对别人来说呢 没有新意 对你自己来说呢 也没有进步 所以就没有必要温故 不过有另外一个层次的意思 是这样 就是说 一些属于客观知识的东西 你没有什么好温故 这个首都在哪里 你永远知道 美国的首都在哪里 永远知道 这个厦门大学在哪里 永远知道 有一些本来就知道的知识 这没有什么好温故 所谓温故 像国学这些典籍 这些人生智慧 人生的道理 世界观 生命观 价值意识 这些东西 是可以温故的 哪怕是艺术的欣赏 名画的欣赏 音乐的欣赏 你在沉浸在他的状态里面的时候 他跟你的身心 你的感情不硬 他可以提升我们的生命的意境 这种东西呢 是可以温故的 好 学习要勤勉不止息 无常终日不时 终夜不起 以思不意 不如学也 温故而知心要去想 但是呢 又很多事情 又不是只是想 想能够想出什么呢 想出道理 但不能够想出一朵花 想出一辆车子 想 把一个活动呈现成 你可以去想要怎么办这种活动 可是你要去做 做的时候呢 有很多具体的知识 我们必须要去学习 所以呢 光想也没有用 还要去学 这个世界上有太多可以学 包括想的道理也有太多 别的学爱的道理 理论可以让你学 所以要多学 要多学也要多想 学而不思则往 思而不学则待 你光学 但你没有去用自己的话 去讲一遍 用自己的经验来验证 这个话的道理 用自己的现状来比对 这个话里面的道理 我做了多少 不足多少 你要这样想 这个话的道理才会成为秘密 所以学了以后要思 此外呢 我们有比我们能力更 我们这个文化的传统里头 有这么多的哲学家 这么多的智慧的 国学的宝典 碰到什么事情 我们自己想 但是有时候去读一读 这些经典的文字 观念 语句 一句话就典型了 一句话就印证了 我们这样做是对的 所以思了以后呢 还要学 所以学跟思呢 要同步进行 学就是多阅读 思呢 就是跟他做思想的互动 这两件事情同时要做 好 孔子说 生而知之上 学而知之次 困而学之又其次 困而不学 明思为下 各位朋友 你想想看 我讲的已经第一遥 超过一半的人口 是永远在第一遥 他们好不好学呢 肯定不好学 他会了一个什么东西 一辈子就用这个东西 来谋生 然后就这样过了一生 就不学 不长进 不向上不生 至于学 生而知之 生而知之 学而知之 困而学之 都是好事 不是什么事情 你都会生而知之 有一些事情 你就是困而学之 对你来说 是困而学之的项目 对别人来说 可能是 学而知之 甚至是 生而知之 天生 大家是不一样 不是不平等 是不一样 有些人数学强 有些人语文强 有些人读法律 一下就不明白 有些人读化学 方程式 一下就不明白 但是大家不一样 所以 有一些东西 你很轻松就学会 有一些东西 你也是困而学之 不是才能大的人 所有的东西 他都是生而知之 他都是 很轻易能够学会 所以能力强的人 因为要提升 我们的能力 那我们必须下股 那个下股肱的项目 就是我们不会 但是我们必须要拥有 那对我们来说 就是困而学之 所以我们不必 很轻松的把自己分类 我是生而知之 还是学而知之 还是困而知之 我是要告诉你 有些项目 你是生而知之 有些项目 你是学而知之 有些项目 你是困而学之 困而学之 人一时几百 人十几千 这个人还是会 但你必须要会 所以你要下股 把它变成你会 你该会而不会的东西 你不下股功 就是永远不会 在我们服务的领域里面 就是有一些事情 我们必须要会 所以这是一个 很好的学习的态度 好 见贤私情 见不贤而内私情 会被我们看到 行为 不当的人的行为 我们通常是怎么反应 他可以这样 那我也可以这样 这样的人 就是没有志气的 见不贤而内自 我不要犯 跟他同样的错误 他这个行为 一时之间 好像话众取宠 很风光 很好笑 可是退而慢慢想一下 这个行为是不对的 我们心里头 是其实并不肯定 并不暂停 甚至有一些行为 做出来就是 大家都体验 但是也有一些行为 做出来 大家没有说讨厌 还笑一笑 就是这样也很好 其实是 你这样做 是你的事 我不可以这样做 所以看到人家 不好的行为 我们就要内自行 我们自己觉得不好 那就不要去做 好 见贤而私情 各位朋友 见贤而私情 不容易 因为我们见贤了以后 常常我们反而是 另外一个反应 见贤而嫉妒 见贤而说他的坏话 那我常常讲就是说 好人都是好人 不会做坏事 但在一种情况下 好人会变成坏 就是当你开始嫉妒 能力比你差的人的时候 好人会变成坏 好你会嫉妒能力 能力比你强的人 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 那个能力比你强的人 非常骄傲 平常待人很差 所以呢 他成功了 你不乐见他的成功 所以你嫉妒他 甚至在背后说他的坏话 人物质就说到 这样的一种情况 一个人平时非常骄傲 不好好善待别人 这样的人站上去了以后呢 他做事做对了 人家会旁边说风了 他如果做事做错了摔倒了 人家会在旁边幸灾乐阔 对人平常就要善待周围的 要谦虚 不要傲慢 免得你的能力 赤足以成为 别人讨厌你的事实 你越成功 别人越不愿意 因为你越骄傲 越压迫别人 但是这是因为 这个人本身的错 他能力比你强 但是你并不肯定 这也说明了这个人没有福报 一个人有福报就是 我讲话有人听 我做事有人帮忙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那就是我做事的时候 事情做成功了 功劳跟好处都是不容易 那因此我讲话有人听 我做事有人帮 反之呢 讲话没有人听 做事没有人帮 因为成功了以后 好处都你一个人帮助 别人就不愿意帮助 所以这样的人在上面 人家会提供 不想要跟他学习 但有另外一种情况是 是我们自己不忠气 是我们自己没有理想 是我们自己不上进 是我们自己有没有必要的 无畏的好胜心 一个人要成功 都要下很大的苦功 我们不愿意下这个苦功 而别人成功了 那我们就忌妒 各位朋友 再三的提醒 好人就是在忌妒别人的时候 变成了坏人 因为他把事情做好 结果你说他的公文话 他为大家服务 结果你不配合 不帮忙甚至于持后 所以呢 好人一定要有一个胸襟 要见险与思琪 而见险与思琪 这个也有很多的层次 有些层次呢 就是我跟他笑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层次 他的这个形态的能力 并不是我 短时间能够具备拥有 甚至呢 完全跟我不一样的专业 一个律师打官司 打赢了 但我的行业呢 不是律师的行业 我要见险思琪吗 我要让我自己变成律师吗 当然不是这一回事 那就是我要欣赏他 要肯定他 如果我要思琪的话呢 是思琪他的那种 见义有为 头脑清晰 认真辩论的精神 这个精神是我要跟他学习 但是呢 我跟他不同领域 那我就欣赏他就好 那如果 这个 我跟他同领域 但是呢 我的能力不如他 他这么强 那我该怎么办呢 我要配合他 我要帮助他 我要做他的干部 参与到他的事业里面 而不是他那么强 然后我 这个 我也想比他更强 但我没有那个实力 我就说他的坏话 把他拉下来 然后我自己上去 然后我自己事情做 这样就是心 所以呢 见习我们有很多很多 这个不同的这个反应 那这个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人为什么愿意见习私情 或者是看到别人的成功 我们为什么会欣赏 关键在于 你自己是不是有信心 如果你是个有信心的话 他成功很好 我欣赏他 需要我帮忙配合 我配 如果你没有信心的话 他成功 你就觉得产生了压力 然后呢 帮他做事 你有心不甘 你起之夜 那为什么人会有这个情况呢 我说一个 最重要最重要的关键 你有你自己的理想 你就能够欣赏别人的成功 你也能够见前思情 你如果没有自己的理想 的话 你看到别人成功 你肯定就只有忌妒 当你有自己的理想 你走在自己成长的路上 他的领域跟你相同 他做得很好 但是对你来说呢 这就是一个理想 他做到了 你很高兴 你很欣赏他 你来配合他 或者是呢 你也让自己上去 就哪一天他退休了 你来承担这个任务 这就是有理想的人 他就会是个有信心的 人为什么会有信心 因为他有他自己要追求的理想 并且他每天除了服务 就在学习 朝这个方向 这个人肯定是个有信心的人 就看看那些所有没有自信的人 他平常有在学习吗 就是没有 所以才会没有信心 没有信心就会见不得人好 然后呢 就会重伤成功的人 能力强的人 一个能力强的人 想要得到像这样一种 没有信心的人的肯定赞美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常常我们不需要 去注意别人 是不是知道我们能力很强 因为他就是个没有信心的人 就是一个不愿意学习的人 就是一个不会成长的人 而你在他面前成长 你只有让他觉得嫉妒 痛苦 愤怒 想要伤害你 所以成功就是成功 成功了以后就收紧 不要去把别人是否肯定 你要关心的是 比你能力更强的人 有没有需要你的帮助 需要的时候 你去帮助他 不要想的是比我们能力更强 不要想的是不拥有 人们会不拥有 或人们会没有信心 会不想进步 关键就在于他们的理想 还有各位朋友 有了理想以后 就要下苦工 就要学习 就没有时间 在上班的时候聊天 这就是一个成功的 有信心的 有理想人的生活 关键在于 有能有理想 有理想 你就会是一个有信心的人 因为你的时间 就用在自己的 要追求的目标上 你看到别人成功 你就会肯定他 赞美他 你会认为 大丈夫当无事 然后你会朝向那个方向去 努力 很简单的话 我们有人生的经验 回想一下 很多很多的场景 都跟这样简单的两句话 有关系 好 三人行必有我师 则其善者而成之 其不善者而改之 这跟见贤而施其 见不贤而内自其 其实是完全一样的 这个逻辑 完全一样的 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平常跟朋友相处的时候 我们善观察 然后看他的优点 然后看到他的缺点的时候 所以看到他的缺点 就是你觉得这个行为 你感觉不舒服 那我们自己就不要有同样的行为 因为这个行为在另外一个场合 也会让别人觉得不舒服 好 这个学习 一定是自己愿意学习 才叫做学习 孔子说 自行述修以上 无未尝离回忆 我们做学者还会讨论 孔子还要收学费 那孔子怎么会是一个好的老师 这是这个 催毛求疵 那有学者说 那述修就是干肉 干肉是每家每户都有东西 那我父亲是山东人 山东算北方 我也常常去 山东老家 那冬天的时候 或一年有一半的时间 天气是比较冷的 所以你的东西就放在 放在后面的这个房间里头 我就看到我老家的亲戚 他们就很多食物就放在那 也不用放冰箱 也不会坏掉 或放在窗户上 就是自动的冰箱这样 所以家家户都有一些干粮 都有一些干肉 所以它是一个很普通的东西 并不是富贵人家才有的 这个意思就是说 对孔子人员就是 你只要拿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作为一个信物 作为一个礼物来学习 我都愿意教育 当然家境更好的同学 那可以给孔老师 可以给老师一些数学 这个数学可能就是金钱 否则的话呢 就是你家里的 这个简单的食物 带个干粮来 那我也愿意教 就是你愿意学习 我都愿意教 重点就是下面的这一句话 不奋不起不菲不发 举语不以三语反 则不负语 学而不思则 就是你要教他 他要学习 他要处于一个想学习的状态 因此呢 他会去思考你讲的话的道理 然后会提出问题来跟你讨论 那么这样子跟你问 跟你问了以后 你再回答 那么他所得到的东西呢 就是他正在理解的东西 对他的成长进步 就是有直接的帮助 他这个发愤 是要来学习 那么你教他 学习的时候呢 他产生了疑惑 怎么跟他的经验不太相同 或者这句话的意思的道理 到底在什么地方 他有疑惑 向你提出疑问 那以后 那么你要告诉他 解开了他的疑惑 那么对他的学习呢 是最好的一个这个方式 举语不以三语反 当你理解了 那你就知道怎么做 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地点 不同的人物 你掌握那个原则 你能够做 在这里你能够做 在那里你能够做 举语不以三语反 四语不以六语 当原则掌握住了以后呢 在不同的时间空间对象 那么你都可以来实践 这个理论 这个原理 这就是举语不以三语反 能够运用 能够应用 好 知之者不如好知者 好知者不如乐知者 我们学习能力 好的心态 跟别人相处 为社会服务 这样子呢 来学习的时候呢 有时候呢 是被强迫来学习 被要求来学习 后来呢 是自己愿意来学习 因为我有责任 到了最后最高境界呢 是乐在其中 不学习就很难过 比如说我们这个 培养运动的习惯 每天跑步 知道每天要跑步 要运动对身体有帮助 所以我开始勉强自己跑步 然后呢 跑着跑着觉得这样蛮舒服的 而不跑步呢 有点不舒服 所以很乐意去跑步 到最后呢 跑步成了一种享受 一种非常快乐的事情 这个也不会想说 因为跑步会身体健康 所以我根本就不需要这些念头 就乐在其中 这就是最好的跑步 以上所说纯属虚构 并没有发生在我们身上 我只举例 知之不如耗知 耗知不如乐知 我们在学习上 在专业领域的学习上 到了最后你以此为乐 那就是最高的竞技 通常当你在一个领域 要接近顶尖的境界的时候 你都会进入乐知准重 进入乐知准重 非常喜欢从事这个行业的工作 乐在其中 就不必人家催促 也不必拿大道理来压你 你自然而言 乐于做学习的事情 这就是最好的境界 好 孔子讲的这个人德的公范 弟子入则孝 出则涕 在家孝顺不服 出爱呢 有爱兄弟 以及跟同才同学朋友 好好地相处 锦而信犯爱众而亲人 做事认真 守信用 把事情做 做的所有的事情 都是对环境好 对社会好 对这个服务的客户好 犯爱众 就是有任务来操作的时候 这个任务实际上 跟别人的互动的时候 你都以让别人被你服务 并且获得良好的服务的品质 为做事的原则 这就是犯爱众 不管你在哪一个行业 哪一个职务 你做的事情都跟别人有关系 你做的事情是只考虑自己做的轻松 自己做了可以交差 自己做了可以领薪水 自己做了可以不犯错 还是这件事情是被你服务的对象 他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 他获得良好的被服务的品质 如果你是以被服务的对象来思考 来作为的话 你就是犯爱众 就是行君子之道 如果你仅仅是以自己做事方便 你明天再来 你后天再来 你大后天再来 以自己不犯错为原则 都是你没做好 这样子 那你不是在服务 就没有犯爱众 而亲人 亲人就是用普遍而无私的关爱 善待所有的人 行有余力 则以学文 服务 学习 你每天的时间都用在服务 服务而有空闲 叫做行有余力 那么则以学文 就是要继续学习 学习呢 就是在学新的知识技能 或者学习呢 温故而知心 把古书上的道理 拿来复习一遍 就了解文人处事的境界 可以怎样 可以怎样 再怎样提升 好 对作为一个君子呢 食无求饱 居无求安 民事而胜于言 就有道而正天 可谓好学也已 食无求饱 不是要你吃不饱 也不是要你不必吃饱 也不是要你不赚钱养家 不是的 是要你 不要以自己非常非常的 拥有太多的物资生活 金钱的拥有 为做事的目标 那不是你的目标 只要你有能力 有职位 每个人都有奉利 每个人都有薪水 就算从商 你将本求利 你也可以得到应当得的报酬 但是自己获得更多的财富 不是一个人做君子的人生的目的 做君子的人生的意义 跟人生的目的 是你所做的事情 让这个社会进步 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 而不是让自己拥有更多的金钱 拥有更多的物资 拥有更多的财富 你当然可以拥有金钱 拥有物资 拥有财富 拥有车子 拥有皇子 拥有薪水 都没有问题 但是你做事情的目的 是要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 否则 当你已经有了足够的金钱 跟财务了以后 你还想的是自己的这个东西的话 你的服务的品质 是不好 你可能是剥削人 你可能是伤害别人 那你就是一个大的强盗 而不是君子 职无求保 君无求安 敏于事而顺与言 敏于事 做事敏捷 勤敏 做事与认真 做事就是要把事情做好 各位朋友 事情做不好的人 不是大丈夫 不是领导者 不是君子 不是说大家一起做事 事情都没办成 谁也没有责任 一群乌合之众 大家一起做事 就要有人担起责任 带领大家 把事情做 事情完成 然后不要鞠躬 这才是君子做事的态度 这就是你于事 认真做事 然后把事情办成 各位朋友 你要好好想一想 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头 你自己办成了几件事 因为你的领导 办成了几件事 因为你的配合 办成了几件事 因为你讲了一些重要的话 使得几件事情被办成 这就是我们拜扁自己的角色 最重要的原则 要做事 就要让那件事情做成 这个社会才会进步 否则我们不要走出去抱怨 这个社会这里不好 那里 这里不好 那里不好 而至于我们所做的事情 它没有配合 它没有配合 所以我也没办法 你自己也是 忽和之众 明示圣言 讲话要谨慎 讲话要谨慎 通常一个根本的原则 就是谦虚 不要傲慢 人们有能力之后 就会置得意乱 就会兴奋 就会傲慢 这个时候讲话 就会过分 过分人家听了就不说 以后不愿意帮你 不会跟你配合 因为每一个人都好胜 不是只有你好胜 比你能力强的人好胜 能力不如你的人 比你更好胜 所以做事情成功了以后 讲话要谦虚 圣言最重要原则 在这个地方 做事要认真 事情要办成 办成以后呢 功劳要归别人 讲话要客气 不要都是我一个人最厉害 那样子就会令人厌 好 就有道而正焉 其实我现在讲了很多东西 但明天我们在讲老子的时候 会用不一样的逻辑 但是同样的原理会出现 用不一样的话 孔子的话是正面表述 老子的话呢 是反面表述 彰显的会是同样的道理 好 就有道而正焉 所谓好学也语 就有道而正焉 就是见贤思奇 对一个有道的人 有能力的人 有理想的人 在他的单位下面做事 累得要死 又没有什么好处 我才不去 那你不是君子 你不是一个 怀抱着希望这个社会 变得更好的人 你们的国家有多少个 怀抱这个社会 希望它变得更好的人 越多这个国家越紧盛 越少这个国家越衰落 就这么紧盛 所以要国家前向 要有那个怀抱的 希望这个社会变得更好的人 当有好的长官 这是很难的事情 我们一定要 好好的去帮助他 就有道而正焉 以他为典范 端正我自己 他要做什么事情 我去帮忙 我去配合 我做配角 没有关系 我不需要当主角 我没有那么大的才干 但是他有那个才干 有那个远见 有那个能力 而且有那个理想要做事 我一定要去帮助他 去保护他 去让他比较轻松 你完成重大的任务 不要让他那么深 完成一件事情 把身体搞坏 完成一件事情 得罪了一群坏人 完成了一件事情 就被从官位上拉下 就有道而正面 我们就应该去帮助他 这才是君子 才是侠客 可谓好学 好学就是写这些东西 学为人主事的道 好 富与贵是人之死欲 不以其道 得之不去 每个人都要富与贵 对于孔子而言 富贵不是罪 富贵是OK的 可以追求 将本求利就好 利己利人 你就可以有富与贵 你再大的富与贵 都没有问题 你再大的富与贵里面 有一大部分 别人也跟着富与贵 这样就对了 好 所以呢 但是呢 不以其道 得之不出 就是不可以用 损人利己的方式 不可以用非法的方式 不可以用剥削的方式 追求自己的富与贵 那就是人生的目的 只放在自己的私欲的享受上 而没有看到整个的社会 这样子 好 你这一代富与贵 你要想到你的子女 你的晚辈 这样 你要想到你的朋友 你要想到你关心的人 他们处在一个不好的社会 如果这个社会 所有有能力的人 除了自己富与贵 又能够让更多的人富与贵 这个社会就会更低 所有你关心的人 间接的都会被照顾到 好 贫义贵 人之所顾也 不以其道 得之不去也 大家讲印上的那个 这段那个标点符号有点错 我早上看的时候 把修改过 你们可以重新标一下 那个标点符号 不以其道 得之不去也 我现在处于贫贱的状态 但是我愿意 用我的正业 用我的服务 得到我应该得到的报酬 如果是用违法的方式 投机取巧的方式 损人利己的方式 以得到财富 这样的行为 他不可以做 因为他违背了正道 试想 每一个人都这样做 这个社会还得了 这就是一个很糟糕的社会 我们没有一个人希望 我们活在一个很糟糕的社会 更何况我们中国人的社会 有论语 有孔子 有这么好的 万事实表的典范 导师讲的这样的话 我们当然应该这样做事情 贫与贱 不以其道 得之不去 我宁可处在这个贫贱的状态 没有关系 但不要做 伤天害理的事情 就是我们公司在开会的时候 我们平常不会去考论 义理这个层次 道理 义理 事理 情理 但是义理呢 这是不能以不谈的 义理呢 是不能以不顾的 这是义理的层次 不符合义理的事情 不能做 即便我贫贱 不以其道 得之不去 好 君子去人 不乎成名 人是什么 一个君子 而没有人得的凶反 他就不叫君子 那么 人是谁 人就是 普遍 无私 对每一个人的观看 不是只关心 我们自己家里的人 不是只关心 我们国家的人 不是只关心 我们公司 我们社长 我们团体的人 而是所有的人 我们都关心 平等的关心 这是君子 如果没有这个人得的凶反 他不叫君子 君子就是来服务 服务呢 是所有的对象 君子无中世之间为人 造次必于世 颠沛必于世 没有简单的 这一顿饭的时间 你可以做坏事 任何时刻 甚至是艰苦的时刻 也不能违背 人得的道 好 有君子知道 四焉 行己也功 世上也尽 两名也会使民也议 行己也功 自己做事 认真 行为举止 端正 世上也尽 就是我们 接受长官的任务交付之后 我们认真地执行 跟长官相处的时候 态度恭敬 各位朋友 如果你想要升官 想要有作为 对你的长官 你是不是应该态度恭敬 当然是 但是会不会有些人 对自己长官 很没有礼貌 很傲慢 很无礼呢 会 为什么 你没把它放在眼里 为什么 可能 你自己有亲戚 是长官的长官 所以你就不把长官 放在眼里 那你究竟是来 领甘薪水 不做事 还是你是来做事 所以人的格局差异 就很清楚地呈现出 我是来做事 我付出我的劳力 得我的薪水 这个社会体制里面 儒家就是入世 世就是世间 世间就是有阶层 有社会体制 这个社会体制呢 有我的上面的主管 有我下面的干部 有我平背的主事 对于我的主管呢 所交办的任务 我要认真与执行 那平常对我的主管 我要对他态度恭敬 而不是轻视他 不配合他交办的任务 他叫我做的事情 我就是不做 你又能拿我怎么样 我的谁谁谁呢 位阶比你还高 一个社会 如果都是这样的人的话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 这是一个不文明的社会 这是一个没有君子的社会 所以世上也尽 大家以尽相续 扮演好自己的景色 就是论事 然后呢 每一个人都活得像个人 有自信 有能力 是个君子 这绝对会是一个 快速成长的社会 养民也会 作为一个官员 在你所辖范围内 为民众做一些业务 服务 奉献 让大家 这个有饭吃 这个有衣服穿 那么有好的交通 有好的医疗 有好的空气的品质 这就是行人证的官员 养民也会 使民也议 古代的时候呢 公家要做什么事情 在农贤的时候 找文明来做 公务 这样子 你不要在农忙的时候 你可以在农贤的时候 你找人家的时候呢 也应该给人家一点 这个车马费 一点奉务这样子 那古代的人呢 有抽粮 那我们今天的呢 是抽税 我们缴税 就是这个使民也议 类似的意思 那么 这就要合乎 这个公平的原则 还要让百姓 量力而出 量力而为 不要赴税 非常的重 让民不聊生 一年就生产 那么一点点粮食 全部给你上奖 那百姓自己活不下去 而官员呢 不当人民的生死 为一回事 那个时代应该永远过去 而后绝对不可能再回来 可是那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 这些事情不应该再提升 假使在今天的社会 还有类似的事情的话 那就是不公义的事情 不应该让它再提升 好 子贡曰 这个子贡呢 跟孔子讨论 什么样才是 有人德的圣位 究竟他的标准 在什么地方 这个 如有博师于民 而能济重 何如啊 博师于民 就是养民也会 让百姓都受到 国家政府的照顾 而能济重 大家都能够得到 好的生活 品质 等等 可谓人呼啊 子曰 何事与人 必有胜负 他不只是有 仁德的胸态 他已经做到最完美了 让百姓 能够过上好的生活 他就是圣人 姚舜 岂有病诸 我们传统上说 姚舜与堂 文武周公是圣人 但是孔子说 这个 博师济重 这样的一个成就出现的时候 就是圣人要追求的影响 甚至姚舜呢 都还没有完全达到 岂有病诸 忍者 极欲利而利人 极欲达尔达尔 能尽取辟 可谓人之方物 好 那么 如何博师济重 行人证的内涵是什么 那就是 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你就让百姓过什么样的生活 你需要 这个 你自己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 你就让所有的人生活在 什么样的环境 能尽取辟 极欲利而利人 极欲达尔达尔 而不是你过非常好的日子 百姓过很差的日子 那就不是有人德的胸 好 孔子呢 哲学世界里面 最强调的是人的观念 但是伴随着人的观念 还有一个观念 也是非常重要 就是理的观念 而人跟理的观念呢 是一个成年人 在社会上 一定要遵守的 两个道德价值原则 至于 这个人跟理 如何成熟 在于 小的时候 能不能够培养 孝 的德性 所以 小时候要孝顺 长大出来 为社会服务的时候呢 要有人德的宣伙 依 人德的宣伙 而做出的行为 每一个行为 都恰恰好 是 合理的行为 所以 人跟理呢 其实是一体两面 人强调的是 内在的主观的价值 而理强调的呢 是 这一个人的胸怀 发展出来的 恰当 而适宜的行为 所以理是很重要的 博学于文 约之以理 可以不叛以乎 博学于文 学 好学 学什么 不迁怒国而过 学什么 学呢 这个 学到了就能够落实 学 家庭意识 学人生观 学人生的意义 生命的意义 学了以后呢 在行为的展现上 要合乎理 那么 做事就不会 不恰当 就可以 不会有不好的事情 发生 那么理是什么 理是一个更文明 更细腻的情感的表格 恰当的人际关系的奋际 公而无理则老 这个蔡根坦里面 有一句话 他说 待君子不难于公 难于有理 公就是你对他表面上 非常的客气 非常的恭敬 但理是什么呢 是你跟他互动相处的方式 符合一个对待君子的方式 而不是用你的世俗的标准 去跟他互动 请他喝酒 或请他怎么样 打麻将什么之类的 你以为是善待他 这样反而去失忆 所以公而无理则老 你会浪费他的力气 去做一些没有必要的事情 对你来说 那是一种生活的享乐 对他来说 可能是浪费时间的事情 劳动了他 许多无味的力气的消耗 慎而无理则喜 公就是公敬 慎就是谨慎 我们做事需要谨慎 才不致出差错 可是这个谨慎呢 是有范围的 是有节度的 如果过于谨慎的话呢 就这也不能做 那也不能做 那就过于畏畏缩缩 这样反而失去了道理 盛是不为恶 但不是不作为 谨慎 不犯错 但不是不作为 我们还是要作为 如果你过于谨慎 而拘束这个 拘束那个 那就畏畏缩缩 什么都办不成 这样也是失礼的 这样也不是一个恰当的表现 你谨守着自己不犯错 但是呢 你忽略了 人生以服务为目的 君子就是要做事 而且事情就要做成功 你只担心事情做坏 但是你不关心 事情做成功的那一面 过于谨慎 事情呢 就弄不止 勇而无理则乱 这个非常的勇敢 什么事情呢 都一马当先 乐于承担 这样是很小的 但是有些时候 这是不需要做的 不需要用力气来解决 或根本不关估 用暴力的问题 而是一个好的沟通 谈判 外交工作 就能够把事情 结果你不是 好我很勇敢 跑去找人家打一架 事情搞得更乱 事情更加的不可收拾 不是什么事情 都靠勇敢就能够完结 我们是要勇敢 但勇敢呢 跟粗鲁是两个一事 勇敢是勇于承担 甚至勇于承受 甚至勇于忍辱负重 而不是敢于以暴力的形式 来表达你的立场 总是以粗鲁的方式 甚至是暴力的形式 来表达我们的立场呢 反而把事情搞乱 事情办不成 勇是这个意气和丰盛 很勇敢这样 所以显现为 会显现为粗鲁 那么直呢 直是什么呢 直而无理则几 直是什么 正直 跟圣有点像 跟公也有点像 跟勇也有点像 直就是正直 正直就是不对的事情 我绝对不做 那正直的事情就是光明正大 没有隐瞒 这样是好的 这是对的 可是光明正大 没有隐瞒 不代表 我们不应该为别人 隐晦一些 别人不想让人家知道的事情 结果你很直 就不愿意替别人 隐晦 什么事情大雷雷的说出来 造成人家非常的尴尬 不愉快 生气 不跟你合作 直 直呢 就必须要守密 有时候就必须要守信 守信 守密 但是呢 这个 我们因为直的关系 我们觉得这件事情 没有什么不可告的 没有什么不可以隐藏的 没有什么不可以隐瞒的 甚至 你在享受 把事情公开的时候 那个发言权的乐趣 的兴奋 你以为是正直 你错了 你坏了领导的大事 有些事情 斥涉机密 不到可以说的时候 实际意不成熟 说了 反坏事 但是呢 你说我很直 我呢 这个不会 这个 遮满什么事情 什么事情都要公开 其实你是好强 好强于掌握发言权的欲望 你说这是正直 其实又是一种好奉心 这也是无理的 所以公是好 圣是好 勇是好 直也是好 但 这个人的智慧 道德的德目 都不是单一面相 整个场合 场景的 圆融的互动 就需要一个 恰如其分的表达方式 那就是礼 对礼也是非常活泼的 也不固定 就是一个善意加上智慧 就人质双运 才会有人得又何于礼节 否则呢 我们假借某些人德的德目 其实行为都适足于发泄我们的好胜心 满足我们某一些 应为的欲望 或者遮掩我们某一些 胆态 退缩 退缩的心态 那反而是 无理的 好 这个 君子与小人之别 这个红字就是 我也很喜欢讲这一段 这段话就是让我们去评判 我们的长官 究竟是不是一个君子 当然他同时也可以用来衡量我们自己 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君子 君子呢 亦事而难悦 容易共事 难以取悦 共事就是 道理 义理 事理 情理 事理是什么 他就怎么做事 所以你是某个领域的专业人士 你的长官用 让你告诉他 依据我们的专业 这件事情该怎么做 他说好 那就这么做 只要你拿出专业 你跟长官 非常容易沟通 因为 他是来干什么的 他是来做取 所以他很容易共事 用专业跟他共事 但是难以取悦 意思是说 专业上讲是这样 但是呢 如果我们这边增加一些 那边增加一些 你就可以得到额外的私人的利益 他也会可以得到额外私人的利益 这就是取悦 用私利来引诱你的长官 让你们呢 可以假公济私 对这位君子的长官而言呢 难悦 悦之不以道不悦 你如果用这种牺牲浪费工厂的方式 牺牲这个服务的品质的方式 去跟他谈工作上的事情的话 他不会乐意 他不会接受 悦之不以道 不悦 那什么样才是悦之以道呢 我们认真做事 把事情办法了 这就是悦之以道 其他没有任何其他的目的 这样的长官 机器使人也弃之 当他在用干部的时候 你是电脑专业 就用你的电脑专业 你是外文专业 就用你的外文专业 弃之 就是用你的文材 用你的能力 用你的才华 使得你的能力可以展现出来 各位朋友 一个有才华的人 在职场上 都是希望自己的所学呢 能成为所用 藉由自己的专长 而获得事情成功的成就感 如果一个有才华的人 他始终在职场上 不能够发挥他的专业 不能够让他因他的专业 而把事情办成 而受到别人的赞美跟肯定 而获得事业的成就感的话 会把他憋死 他会不喜欢待在这个职场里面 他可能会另求他去 这样子 另谋他图 不愿意留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就要让他的专业 能够施展 一个好的长官 就是了解我的部署的专长 那么给他恰当的任务 让他去做这件事情 而不是他的专长不是这个 你去叫他做这个 然后怎么做不知道 然后你告诉他 至于你告诉他所做的方式 都是你自己要从中取利的方式 这就是小人的领导者 小人的领导者 难事而易悦 我们有没有碰到这样的长官 明明该怎么做 我告诉他这样做 他偏偏不这样做 不答应 我也不知道他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 原来别人给了他一些好处 他就接受 然后那样的一个事业的品质 是损人利己的 是牺牲群众的福利 是破坏政府的威信 但这种事情他就做 难事而易悦 所以我跟他用专业的沟通 讲不下来 但是只要给他私下的好处 取悦他 事情一谈就成了 难事而易悦 悦之虽不已到 愿也 这种私下不当的利益 当然是不已到 贫与见 人之所物以 不以其道 得之不去 这是孔子所说的话 这里也是孔子所说的话 小人的话呢 就不是了 悦之虽不已到 愿也 我们这个社会到底是 小人的长官多些呢 还是君子的长官多些呢 君子的长官多些 你们很安心 因为我们的国家即将强盛 小人的长官多些呢 我们要感到非常的悲伤 我们的社会不会进步 只会退步 这个标准就是这样清清楚楚 专业上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很容易沟通 君子 专业上该怎么做不怎么做 用私利去包围 立刻就谈好了 小人 好 不要以为 你跟小人长官 只要给他私利 就好沟通 请注意 及其使人也求被援 当他要用你的时候 第一 他不尊重你的专业 第二呢 为了他自己私欲的满足 叫你去做 违反法律 违反道德 甚至伤害你的身体 伤害你的人际关系 破坏你的信誉 换你形象的事情 他会要求你 必须要把事情做完 为什么 为了他的私利 这个时候你就非常痛苦 及其使人也求被 求被就是什么 苛求 求全你责备 你不做到不行 但你所做的事情呢 只对他有很处 对社会是没有帮助的 好 长官是君子还是小人 就这个原则很清楚 我们自己平时做事 是君子还是小人 也是这个原则 君子不可小知 而可大受 小人不可大受 而可小知 君子不可小知 而可大受 你不要拿一个什么 具体的专业的事情 来考他 他可能不知道 但是呢 你可以把整个重责大任 交给他 他能够承担钱 他花很多的力气 去找有能力的人沟通 请他们来做这件事情 他花了很多的很多的力气 去把各种的资源调度来 让有能力的人 有资源可以运用 可以来做这件事情 他花了很多的能力 跟社会各界 各个领域做沟通 让大家同意我们单位来做 这样的一件事情 做这些事情都要承担 做这些事情都要跟别人沟通 做这些事情呢 都要态度诚恳 言语谦虚 要下苦风 为了社会进步的人 君子可以承担这样的责任 你去叫一个人做事 他说你先把什么什么什么 解决掉我再来做事 那这个人呢就只是 我们早上讲的人物质疑 他就只是个伎俩 他不是法家 法家我可以把责任 宗道也承担下来 伎俩呢就只能做 他专业的能力 他就不能够承担大任 承担大任就是 整全面的什么事情 他可以承担下来 至于当有人才 可以做的事情 他一定让人才 依他的专业 去做那件事情 君子不可小知 而可大受 小人不可大受 而可小知 你没有办法 让他承担责任 但是呢 去问他一些细微的事情 他是知道 他力气放在这些事情上 小人为什么不能够承担重责大任呢 因为承担责任的时候 都要花给别人更多的时间 更多的力气 同时呢 通常必须牺牲小利 完成大利 牺牲小我 完成大利 作为一个领导者 要承担的时候呢 什么好处都往自己家里搬了以后 这件事情肯定失败 让他作为一个守城的城主 敌军杀过来了以后 肯定先带着自己的财产家人逃掉 他是不能够承担大任 要承担大任 敌军要杀过来的时候呢 把家里的钱财拿出来 分给百姓 分给士兵 大家勇敢守城 勇敢杀地 来生先世子 所以各位朋友 承担大任很容易吗 非常不容易 但是为什么要承担大任呢 因为我们不希望城破 家破人亡 因为我们不希望社会退归 所以我们要承担责任 承担责任 君子才做得到 可大受不可小知 小人呢 小的具体的任务交给他可以 承担责任 没有那个肩膀 好 君子不弃 跟前面讲的 无不适故意 吴少爷见故多能鄙视 吴不适故意 彤子讲的那段话 意思是一样的 我并没有具体地把我的 这个生活放在某一个 技巧的能力上 靠他 赚钱 图文宝 过日子 我是希望整个社会好 所以我不断地学习 然后呢 知道很多的道理 然后带领我的学生 教导我的学生 让大家一起来改善社会 君子不弃 而是怎么样呢 能够做教育家 能够带领大家去追求 大家的理想 帮有道为言为行 帮有道为行 延续 国家 国家 是有德者 在领导的时候 你要出来 为社会服务 做事情 跟讲话 都要十分的谨慎 讲有意义的话 为言为行 做有意义的事情 当国家 领导人 不是一个正人君子 正道的国君 国王 君主的时候呢 你还是要做事情 但是讲话 就要非常地信心 做事只剩 事情的效果 很久以后才会发现 语言的效果 当下 好物好坏 结果就出来了 为行严续 因为 小人当政 肯定 各个阶层的官员 都是少人 你要做什么事情 是在跟小人互动 你讲话 其可不胜 君子还是要懂得 这个保护自己 好 贤者辟事 其次辟地 其次辟色 其次辟言 辟事 整个时代 不是一个君子 能够出来 改变社会 追求影响的时代 君子也只好隐居 没有办法 当然 这是从古代的 王朝政治的背景 来看历史的现象 那今天是一个 共和的时代 民主的时代 任何人有理想 都可以寻正常的管道 而成为国家的领导人 那么就此而言 人人都可以参政 在古代的社会 政治权力 是在君王的手上 整个时代都不行 君子也没有办法 当然还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革命 那孔子谈的不是革命 这意思 社会还有一定的秩序 但是最上位的领导人呢 不是一个 有远见的领导人 或整个时代 不是一个好的时代 或者 这个国家 这个地方的领导者 不是一个好的领导者 那么就不是 我可以表现的时候 整个时代 辟事 这一方土地 这个国家 这个辟地 好 然后我们在跟别人 相处的时候呢 辟色 就是注意 察言观色 他目前的状态 是什么 目前的状态呢 是可以谈公事的时候 我们去谈公事 目前的状态 那不适合谈公事 就不要谈公事 要跟他目前的状态 辟 这个色 那他正在参加丧礼 你不要跟他报告 兴奋的事情 或他正在享受 一个这个美好的 这个什么活动 那你不要去告诉他 悲伤的事情 讲话要选择场合 时机 这个话讲 才入人心 这也是理 所以理是一个 人际关系 精确而合一的 表达方式 究竟什么是 精确而合一呢 看场合 所以他的标准 他的原则 这个只能掌握精神 没有办法 细节的落实 就是你一个准确 精确的一个看断 别人处在 不适合谈话的时候 你就这个时候 不要去跟他 谈重要的事情 好 其次辟言 讲话语言 永远要谨慎 永远要小心 永远要讲 有用的话 但是呢 一定要选择时机 选择时代 选择国家 选择对方的状态 最后适合的时候 那个话才能够进 其他任何时刻 讲了也没有用 也不必讲 讲了呢 甚至呢 为自己热祸上身 关于语言 下面还有这个 一段非常重要 我们先把这一段看 赌心好学 守死善道 的意思是 即便 有了生命的危难 不道德 不公义的事情 还是不能去做 宁可守住道义 而不能够 为了求权 求生 而违背道义 杀身成人 舍身以取义 各位没有 义的意思 人的意思 一定是对所有的人 虽然对我自己不好 牺牲小我 可以完成大 所以他还是为了 更多的人 是为了大爱 所以会成全人意 杀身成人 舍身取义 人跟义 对我来说 不然牺牲了自己 可是他一定成全了 更多人的生命 被保住 被守死 善道 为邦不入 乱邦不居 天下有道则现 无道则以 那这话 我们用今天的眼光来看 会觉得有点奇怪 那么 这个不好的地方 你不去 但是呢 君子不就是要为社会服务吗 就像医生 就是要治病人的 病人太多的地方 我不去 那这话似乎 不通道理 那我们不需要 这个角度来想 这件事情 在孔子的时代 他是一个 城邦国的时代 福建就是 福建可能好几个国家 山东也齐国跟鲁国 所以 许多不同的国家 这个地方不好 我们换一个地方 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为邦不入 因为你是有才干的 你进去了 要么你被拔着 为你作仓 要么你被认为 会来破坏我的统治 你会被逮捕 甚至被杀戮 为邦不入 乱邦不居 天下有道 那么我出来就认 那么实现我的能力 展现我的才华 追求我的理想 报复 帮无道则以 也就是 前者辟事 的意思 所以呢 对于一个 在讲这些话的时候 有一些 庄子的味道出现 可为为之 不可为 但也不一定要有 我还是会找到 我的生命的出路 但是没有必要 做无谓的牺牲 好 帮有道 贫且见焉耻眼 的意思是 国家领导人 是一个 有德的领导人 希望广招天下英雄 为社会服务 哪怕是在 艰难的环境 只要你有德 有理想 有能力 都应该出来 为社会服务 因而获得 适当的酬劳 俸禄 所以呢 如果拿不到 这个酬劳俸禄 就表示 你并不是被认为 是一个 有德有才的人 而被政府的领导人 聘请出来 贵人民 所以你失去了俸禄 你贫且见焉 耻眼 帮有道的时候 有能力 有德性的人 一定是 天下有道德性 出来服务社会 好 帮无道 负且贵焉 耻眼 领导人 是 拒练百姓的财货 领导人 是 侵略别的国家 的土地 跟人民的财物 这是帮无道 结果 你做他的大臣 你做他的将军 帮他 横征 暴恋 帮他 杀罚 夺人 土地 钱财 杀人 性命 而高官厚禄 这样的 父且贵焉 岂非可耻之事 守死 善道 结果你 杀戮别人的生命 违背 道义 所以这样的行为 是可耻的 这几句话 标准太清楚 所以 孔子这些话 更清楚的是在孟子 因为我们今天是要讲处世哲学 不是要讲政治哲学 如果我们要讲政治哲学的话 那就是孟子的话 更清楚 今天国家如果要儒家治国的话 那就是好好地读孟子 孟子就是君子 行人政 治国的政治管理人籍 官真应该怎么样 政府应该怎么样 这些话会更多 当然论语里面 也已经有这个话 那孔子可能就是儒家的教主 方方面面的东西都照顾 所以这些话也出现 这就是政治哲学 君子在国家体制内的角色扮演 好 那我们今天要谈的是 处世哲学 所以我们多看一些 跟我们日常生活 比较有关系的一些话 好 下面这三句话 我也是用红字把它框出来 特别是前面两段话 都是经典 非常好的东西 好 第一段 可语言而不语言诗人 你应该向你长官报告的事情 报告了以后 给他正确的资讯 正确的判断 正确的 精准的 分配任务 包括分配任务给你 你怕被分配到任务 你隐瞒了这个重要的讯息 可语言而不语言 吃人 你对不起这个长官 他不知道 你不讲他不知道 你讲了他才会知道 结果你不讲 但这话是该讲的 你对不起这个好的长官 不可语言而语之言 吃言 对于情绪不稳定的人 德性不那么好的人 一些不好的讯息给他了以后 他会暴跳无人 他会暴躁 他会冲出去杀人 去揍人 等等 或者他就会去 传取这样不当的利益 所以一些不应该让败人知道的事情 你跟他讲 你为什么要跟他讲呢 你准备看好戏 你唯恐天下不乱 这话讲了以后 他肯定乱 你唯恐天下不乱 你不安好戏 不可语言而语之言 吃言 你这个话就是吃言 各位朋友 吃言就是吃德 那可不会因为直 我就讲了一些话呢 不可以 直而无理则讲 你把事情弄了 甚至弄坏 所以不要用正直当作戒 其实你心里有 唯恐天下不乱的恶意 但是表面上装出忠厚老实的样子 孔子其实非常讨厌 忠厚老实的样子的人 因为常常里面安的不是恶心 忠厚老实也可以害你 应该守密的事情你不守密 你一副非常天真浪漫 非常正直的样子 把不该说的话说出去 对你来说 你只是讲了你知道的真实的事情 但是它产生的影响 却是让坏人为恶意 所以是一个不好的话语 不可语言而语之言 失言 失言就是失德 不要用天真浪漫 来隐藏你的失德 对于孔子而言 他很厉害 他一听就知道你在干什么 我们平常有才干 对于那些不如我们的人 很希望他知道我们有才干 他不知道我们会很生气 孔子说 作为一个君子 人不知而不愿 不义君子 不如你的人就是不知道 知道了也故意装作不知道 如果强迫要他知道的话 他知道以后就嫉妒你 然后来伤害你 所以你的能力不必让人家知道 你要让谁知道呢 让比你有智慧的人知道这个能力 我讲这番话的意思 只是要告诉大家 你心中的坏点 比你有智慧的人 也是0.01秒 就知道你在干什么 只是他有修养 没有当场戳破 或者他在这个 剔色 剔言 他如果讲了 他自己会有危险 所以他没有说 但是不表示 他没有看清楚 所以 不可语言而语言失言 对于比你有智慧的展观 知道你失言 扣分 所以 讲话要谨慎 要小心 我们再看孔子的这个话 邦有道为言为行 邦无道为行言训 讲话要更加的小心 你讲出去的话 让那个暴君做了更多的坏事 那就是更不能讲话 智者不失人 亦不失言 所以语言是非常 这个德性的书籍 语言是非常非常重要 好 事于君子有三千 这三点非常重要 我们在职场上 跟我们的长官相聚 要注意这三个忌讳 不要犯了这三个忌讳 言为吉之而言 为之造 不需要你来报告的时候 你一定要来报告 我叫你做的事情 你已经做了 此时此刻 长官正在跟别的单位的长官 在谈重要的事情 你的干部非要这个时候来报告 目的是什么 让另外一个单位的长官 看到他是一个能力很强的人才 急躁 好顺心 我也要告诉大家 长官在聊天的时候 不要补偿 你要站在一定的距离 你要看着他 因为他讲话讲一般 他可能也需要 要人帮他做什么事情 他一转身过来 你正好看着他 他就请你过来 交代你在他身上去帮他做事 这样跟长官相处 长官在跟别的长官讲话 你不需要跑过去 长官你叫我做的事情 我已经做好了 然后非常好笑 我告诉你多好笑 非常愚昧 长官必须花力气 陪着你笑 因为要给你面子 可是他正在跟别的长官 谈重要的事情 那个机会稍纵即逝 稍纵即逝 这是姻缘 这个姻缘被你破坏掉 所以你办成了什么事情 什么时候要跟你的主板报告 辟色 辟人 选择适当的时机 是该你报告的时候 你就报告 正式开会的时候 好 第一组小组长 你的准备做得怎样 你先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这是你该讲话的时刻 其他时刻不需要你讲 因为事情有它的流程 而且所有的不同的时间呢 人们是在做不同的事情 另外一种情况 言及之而不言 为之以言 正式开会的时候 第一组小组长 请你报告 你的交通部分的安排 做得怎样 比如说你半天不吭声 就是不讲 反正问 是不是这个金钱没有到 是不是什么什么没有到 还是怎么样 你就讲不出个所以 这是非常不应该 一个城板 一个君子 做事情 就一定要做成功 该你报告的时候 就要进 或者不是正式开会的情况 转发把你叫到办公室 问你一件事情 认为你应该知道 他需要重要的资讯 问到了你 你不愿意说 可语言而不语言诗人 就是这个情况 就是常常发生的情况 两千年到今天 一样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人家问到你 叫你过来 走到你面前 问到你 这件事情你知道 需要你给他重要的讯息 但是你不给 言及之而不言 为之以言 隐瞒 各位朋友 隐瞒 就是文略 正直的人 要你隐瞒 你不隐瞒 你诗言 也诗诡 不正直的人呢 要你说 你不说 隐瞒 也是诗诡 会指引 隐就是诗诡 隐就是文略 你该让长官知道的事情 你不说 为什么不说 说了 原来发现 你有该付的责任 你没做 说了 原来发现 就是说 这个可能你会失去 一些什么利益 说了 原来发现 自己该做的事情 都没做 所以你不说 那长官会理 你不说 再会理 你再不说 你以为他以后 还会提拔你吗 你说没有关系 反正我爸爸的爸爸 能比你位阶更高 那你这样待在这个机构 有什么意义 就浪费了这个 组织的资源 进度 好 位阶 颜色而言 为之古服 颜色就是 其次辟 色 其次辟 颜 就是状态 目前他的状态 他正在非常忙碌地 处理一些什么事情 你的这件事情呢 早一天知道 晚一天知道 没有什么差别 差别只在 你早一天 兴奋被长官赞美 差别只在这里 所以没有任何的差别 于大局如首 事后报告 所以不必急着报告 或者要报告的时候 要看场合 看状态 为见颜色而言 为之古 我就是瞎了眼睛 这样 那我们现在来回想 我们来回看 那几句话 功而无礼 胜而无礼 勇而无礼 直而无礼 就是老是在犯这种错误 以为你正直 以为你有勇气 以为你有礼貌 以为你很谨慎 其实你都是躲藏在一个 不当的心态下 做出的不恰当的行为 这些不恰当的行为呢 那诗言 诗人 造 云 鼓 这些都是讲话当中 常犯的错误 那各位朋友 你能够体会吗 就是我们要善于体会 在我们自己日常生活 的语言的情境当中 要善于体会 怎么样 这个讲话 我真的常常有这个经验 就是我在跟一个人 谈事情的时候 一定有而跑外 就插一摇 谈这些事情 我当老师的时候 有些学生这么做 我当主管的时候 有些同事这么做 有太多可以讲话的学生 正式上班的时候 就是正式谈公事的时候 所以职员跟长官谈 就是正式上班的时候 但是有很多时候 有一些 这个不是很好的事情 你就很想要用 不是正式上班的时候 来谈这些事情 那其实这就不是一个 好的方式 不是一个好的方式 公事就是在办公事 好 最后一段 君子信而后劳起你 为信则以为利己 信而后见 为信则以为报己 你要跟人家书成 你要跟人家这个来往 都需要互信的基础 取得了信任 君子主管常常爱护百姓 百姓感念其得 下次长官要百姓来服什么 劳役的时候呢 百姓呢 就愿意来服劳役 平常 这个横征 这个爆炼 这样子 欺压百姓 判断的这个断案呢 又不公正 然后呢 临时又有什么事情 要叫整个村的村民 一起来做什么 劳役 老百姓就会觉得 你在这个压迫 在剥削 贵信则以为利己 你在伤害人 所以长官要先照顾百姓 让人民呢 感受到 被政府照顾 然后国家需要人民 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人民才乐于做事 因为我等于是为我自己做事 而不是为了 这个官员的私利而做事 这个是政府跟人民之间的关系 官员跟百姓之间的关系 朋友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 那信而后见 你对人与人之间 你对你的长官 或你对你的朋友 取得他的信任了以后 你告诉他一些事情 他做不对 你给他提醒 畏信则以为放弃 为什么会这样呢 人都没有那么好的修议 我做得对 做得不对 你来说我 你说我好 那是一回事 你说我不好的时候 人都没有那么好的修议 都会觉得你是在毁放 都会想要去替自己找借口 所以如果你跟我的关系 是很熟 互相信任的朋友 那么我会接受你对我的指责 所以我们要指责别人之前 要思考一下 衡量一下 我跟他的关系 到不到我可以这样直言 如果不到可以直言的地步呢 讲话 语言都要非常谨慎 非常小心 我前面讲说我们不要言不及意 讲话要讲有用的话 什么是有用的话呢 对别人成长有帮助的话 对别人正要做的事情 给他良好的建议 让他做得更好 但是对别人做错的事情 我们要提醒的时候 非常谨慎 小心 语言的表达方式 否则 人家就是认为 你在责备 你在毁放他 这都是语言上要谨慎的地方 这种语言上的谨慎的情境 在人物制有专章 讨论的更多 更细致 有各种不同的场合 该怎么样讲话 好 那么我们这个论语的部分 就在这里先告一个段落 那我们休息一下 好 这个好像没电 所以我刚刚后来越讲越大师 好 这个 儒家的东西 讲着讲着 很多道家的东西已经带进 所以 在今天的课程 可能会上得慢一些 但是我想没有关系 这观念通了以后 血路通了以后 后面的东西就明白 那就可以 讲得更流畅 更快一些 好 快不是重点 能够掌握到精髓 才是最重要 那么 我们要谈儒家的处世 我们不太需要在这个课堂上 多讲那些东西 反而是一些比较具有应用性的东西 我来跟大家多讲 那么中庸呢 就是更难 讲到一些更天道论的东西 讲得更多 那么我就觉得另外一个材料 是很好的 那就是大学 这个大学之道在明明得 在清明 在指引至善 知指而后能定 定而后能静 静而后能律 律而后能安 安而后能得 那么定静安理得 物有本末 事有忠实 知所先后 则进到 所以要知道 本末忠实 所以大学说 古之欲明明得于天下 先至其国 欲至其国先起其家 欲其家先修其身 欲修其心先至其 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先成其 欲成其心先至其之 至之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之 知之而后亦成 亦成后深修 深修而后家体 家体而后国治 国治而后天下 无有宠实事有先后 无有本末事有宠实 知所先后 则进到 这是大学的拮据之道 这繁殖有一个进展 好 这一部分我们也不多谈 因为这是 它是一个很正常的哲学 就是先知后习 然后呢 我特别挑出来 要跟大家做介绍的是 大学 讲平天下的这一部分 有很多材料 这些材料呢 就讲一个国家的国君 或者一个国家的大臣 他如何治家 如何治国的原则 那我们今天 如果是一个企业家 我如何经营我的企业 如何处理我的私人的事物 跟公家的事物 以及我和我的亲戚朋友的关系 我觉得在这一章的 这些讨论里面 有非常多可以参考的地方 所以很乐意 把它介绍给大家 好 所以平天下在治其国者 尚老老 民心孝 国君尊重老人家 自己的长辈 那么百姓呢 也会效仿这样的德性 会爱护他们自己家中的长辈 那么这个国家 所有的老人就都受到了照顾 老人没有怨气 老人没有哀怨 没有哀伤 心情愉快 社会会响 老人会讲很多 有智慧的话 帮忙在教育年轻的子弟 社会会整个好景 上长长 民心 在上位领导者的人呢 尊重有能力的人 尊重智者 尊重长者 那么 老百姓在生活里面呢 那么彼此之间 朋友之间 兄弟姐妹之间的 人际关系 也会处理 这就是一个典范 你自己典范做到了 你的部署 你的干部 就知道你的价值标准 在什么地方 那么 他如果要受到你的赏赐 受到你的肯定 他肯定要 接受你的价值观 价值标准 用你的标准 来过他的生活 所以 你只要自己做好 人民会学习 这就是天下安慰 吸引一人之生 做领导者 做率先的典范 他的重要性 好 上姑序 民不费 在上位的领导者 爱护那一些 这个弱势族群 弱势团体 观寡 孤独 废极者 皆有所养 如果国君 重视这些 没有人照顾的 可怜的百姓的话 那么 这个国家的人民 永远不会叛逃 因为 当我没有家人以后 我还有国会照顾我 那我为什么离开这个国家 我当然 熟死在这个国家 为这个国家奉献 付出 甚至战争的时候 我愿意为他牺牲生命 因为我牺牲了生命以后 我的子弟 有国家会照顾 观光 孤独 废极者 皆有所养 对一个国家 对于 孤儿 对于老人 对于独居老人 能够妥善的照顾 真心诚意的照顾 而不是样板的照顾的话 这个国家的人民 会觉得 我爱这个国家 我会为他效忠 我会为他笑死 我绝对不会做出 背叛国家的事情 好 这跟公司的经营 家庭的经营 都是类似一样的道理 是以君子有拮据之道理 就是以我自己为典范 大家来学习 但是我自己要做到 而且是要真正的做到 不是做假的 好 那么怎么样让百姓 乐于接受我的领导 我的引导呢 下面就是一个很好的 最简单的拮据之道的 原则 一种形式上的标准 这一个说明 所物于上 物于始下 我的长官 半夜一点周 打电话给我 告诉我 明天早上要怎么样怎么样 我在电话里面 是是是 是是 但是被老婆骂得要死 我心里头也非常的不愉快 然后第二天早上 或者从此我就不敢再睡觉了 准备第二天早上 把什么东西交出来 我讨厌我的长官 这样子对待 所以我自己做长官的时候 我对待我的部署 我绝对不这样做 只欲利也利人 只欲达人 而达人 己知所欲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就是这个简单的道理 而且我的长官怎么样对待我 是我觉得很愉快 乐于接受 那就是我用这个方式 对待我的故事 什么方式对待我 我觉得很讨厌 但是我隐忍不敢发作 因为它是我的展观 但是我非常痛恨这种情绪 我就不要用这种情绪 去对待我的故事 通常我们人的作品是 几年洗十年 媳妇熬成婆 刚才讲百年 百年就走了 几十年媳妇熬成婆 然后呢 在虐干我们的企业 不过这是以前的社会 现在没什么这些事 反正大家都不住在一起 但是官场上 职场上还是一样 我的上面这样压制 我也照样这样子 把责任往下推下去 这就是一个 不会团结合作的单位 不会有生产力的单位 不会为社会服务 为人民服务的政统单位 所勿于上无以实下 所勿于下无以实上 我的干部是怎么对待我 问他问题 他支支吾吾不肯回答 但是我不敢拍桌子骂他 可能因为他的爸爸的谁 又是我的谁谁谁的长官之类的 我很讨厌他这种事 那我对我的长官 可不可以这样子呢 是个君子就不要这样 是小人那你就这样吧 反正你是个小人 但是是君子 我们绝对不这样子 我们的部署怎么样对待 我们不喜欢这样子 那我们就不要用这种方式 来对待我们的长官 所勿于前无以先后 前面人怎么对待我 我讨厌这种方式 我对我后面的人呢 我就不要用这种方式 这样子 然后呢 所勿于后无以从前 所勿于右无以交于左 所勿于左无以交于右 此之为拮据之道 这就是己所不欲勿于右 己欲利而利用 己欲达而达 就这样一个简单的原则 对我们常常记住一个原则 不要受到别人的坏的影响 但是我们很容易受到坏的影响 别人用不好的方式带来 我很愤怒 我很生气 然后呢 我全部学会了他这一段 一个恶劣 然后就对于我的部署 往下发泄掉 那这不是大丈夫应有的行为 这是弱者的行为 不是你发泄掉 下面人一样讨厌你这种行为 那么上行下校 这是一个没有生产力的单位 不是一个好的证 好 乐子君子民之父母 重点就是 民之所好好之 民之所不勿之 此之为民之父母 做政府官员 就是爱护百姓 作为人民的父母官 那就是百姓希望交通顺畅 百姓希望农民买到火车票 百姓希望空气干净 百姓希望到政府单位办事情 这个程序非常的流畅 而且办事情的承办人员态度良好 这就是百姓的需要 百姓的希望 那么就为他们建立这样的一个政府的形象 社会的观瞻 民之所好好之 民之所悟 不知 明明一个很简单的公式 要花那么长的流程 才能够办得出 每个人以自己不犯错为原则 而不是以为 我们要服务的民众对象 让他事情能够办成为原则 那一件事情就要拖很久 才能够办成 一群人办一件事情 花很长的时间 浪费资源 浪费生命 浪费国家的资源 社会是不会成长 不会进步的 民之所无物质 改革掉这些坏的 习惯 这才是做人民的父母官 好 这个 殷之未丧师 商朝曾经获得天命 克配上帝 获得祭祀上天的权利 因为他们是天子 但是因为他们失德 所以丧失了王朝 丧失了天命 所以后来是周朝 周人的君王在祭祀天地 所以以奸于因 俊命如意 所以我们应该 以商朝人的失败 失去的国家 这件事情 作为我们的因件 作为我们的警惕 天命呢 他是这个无常的 他不会永远在 每一个王朝家族的身上 要看你是否真的照顾 作为人民的父母官 好 所以说 道得重则德国 失重则失国 得民心 政权就稳定 失去民心 政权就不稳定 得到职员的爱戴 公司就非常的兴旺 没有把职员的利益照顾好 你的高级顾问工程师 就会被别人挖脚 死掉 事故 君子先胜乎懂 有德 持有人 你愿意善待他们 他们才愿意留在这个地方 有人 持有土 才有你的疆土 疆域 有土 失有财 然后你耕种田链 然后你才有物资 有财 爱私有幼 有了这么多物资呢 你可以建设良好的国家 让国内的百姓 获得公衣族食的生活 首先就要有德 有德就是善待你的人 所以公司的老板 就善待你的职员 他就会留在这里 帮你做事 你就可以做很大的事业 然后很大的事业 又为很多人服务 得者本也 财者莫也 外本内末 把德放在外面 把财呢 放在里面 就是你先以老板自己 赚更多的钱为原则 员工的薪水越少越好 获得重大的这个利益 以自己获得最大的利益为原则 你的产品的品质不重要 这就是外本内末 争民失度 你是抢老百姓的钱 你是抢干部的钱 争民失度 那人心怎么会在你的身上呢 这个公司怎么可能成为百年的公司 两百年的公司三百年的公司呢 到三年就管 财聚 民散 聚在你自己一人身上 做老板不是不能够赚钱 也不是不能够赚大钱 而是合理的比例 是你的干部 以及生产出来的产品 符合他的价格 是让客户来享用 做到这两个原则 客户拿到应得的服务的品质 干部拿到应得的比例的薪水酬劳 你赚再多钱都没有关系 那这就是懂得散财 否则都是自己的 财聚民散 财散则民聚 财散则民聚 就是残富于民 残富于民 国家肯定是新盛国 强大 比例失调了以后 其实政府大官 你也享受不到好的生活 享受不到好的品质的生活 好 事故 言贝而出者亦贝而入 货贝而入者亦贝而出啊 讲话要谨慎 要谦虚 要充满善意 恶意出去的话 将来你也会听到恶意相向的话 回到你自己的身上 货贝而入亦贝而出啊 财货 财货物资 以不正当的方式取得 你也会非常奇怪的方式 就丧失掉 被别人抢夺走了 还是怎样 所以呢 这个就是要用有德的方式 来处理我们的财货 好 这个上书 有一段话 这段话呢 是大学里面上书 上书是更古老的 诗书 一里月春秋 的书 上书 更古老的经典 但这段文字 我觉得太美了 他就告诉这一些 做大成的 家大业大的 高级的 社会高阶层的人 这是我刚刚所讲 《易经》的第四条 有钱有权有势的 这些大观点 若有一成 在政府的组织里面 在国家的这个体制里面 断断西无他计 他并没有什么 特别厉害的 专业的计量 但是呢 其心修修烟 我们说这个人身材修长 修就是美好的意思 心地非常的美好 其如有容烟呢 他有度量 能够欣赏别人的优点 人之有计作己有之 别人有常才 他会愿意去欣赏 因为这个常才 为大家服务 自己也会得利 所以他非常的高兴 人之厌圣其心好之 人家行为非常的好 像个圣人一样 那我会就非常的喜欢 这个圣人 愿意听他的话 配合他来做事 就是有一个人 自己没有特殊的才华 但是呢懂得欣赏才华 愿意尊重贤者 愿意尊重圣人 那么有这样的一个人呢 不只若自欺一口 而出之啊 就是圣人讲那些什么话 他都很乐于听 也乐于转述 而且呢 就好像从自己嘴巴里头 很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 因为他完全相信这样的话 实能荣之 能够荣纳圣人 接纳圣人 各位朋友 早上就讲 一个人 最容易做坏事的时候 就是忌妒别人 那一个人为什么会忌妒别人呢 因为他没有信心 为什么没有信心呢 因为他不努力 没有实力 为什么他不努力而没有实力呢 因为他根本没有理想 所以一个有理想的人 就会努力 努力就会有自信 别人跟我东西不一样 他做得很好 我欣赏他 别人跟我做的领域一样 他做得比我更好 我也欣赏他 但是我也在努力 我也有我的自信的地方 那么我就会欣赏别人的优点 所以这边讲就是说 以能保我子孙您 您上意有力在 让这样的人做你的大官 因为他尊重贤者 因为他能够 这个让有才干的人 来出来为人民服务 人之有计 若即有之 他不会嫉妒 有能力的 所以你要让这个人 做你的朝廷的大者 他会帮你照顾全国的百姓 全国的人民 因为他心胸宽大 他尊敬 圣死人 他重用人才 重点就在这里 好 另外一种人 人之有计 冒极以物之 别人有什么特殊的才干 就怎么样 忌讳 忌妒 想要把他拉下来 时不时说他的坏话 他成功的就毁放他 他失败了就幸灾乐祸 如果是这样的 人之厌圣而为之 必不通 碰到了圣人 贤人 君子 要做事 就怎么样 为之必不通 就是找他的忙 扯他的后腿 让他要办的事情 办不止 请问 圣人 君子 要办的事情 不就是为国家 国民 社会服务的好事吗 因为不愿意他们得到功劳 所以不愿意这个好事可以成功 破坏圣人的好事 美事 但是圣人的好事 美事 就是国家人民的好事 美事 你竟然去破坏 必不通 让他不能够实现 时日不能容 他没有容忍之量 他没有爱护人民 百姓这样的胸襟 你不能保我子孙 黎明 一约待灾 你如果把国家政权 交给这样的人 他没有办法 帮我照顾子孙 百姓 国家就危险 请问 作为一个国君 要把你的政权 展相之位 交给第二种人呢 还是第一种人呢 答案当然非常的明显 但是为什么国君 有时候就会把权力 交给第二种人呢 为什么 因为这个国君 自己没有理性 这个国君 想的也是 我自己穷奢极欲 我自己过好日子 我也不爱顾法性 所以只要有人 帮我横征暴恋 帮我抢夺人民的财产 供我想乐 那我一定把政权交给他 这国君与大臣狼狈为奸 帮无道 你作为一个知识分子 你该怎么样 在孔子的那个时代 帮无道 择你 唯行 延续 否则你也非常的危险 好 唯人人 流放之 如果碰到这样的一种 剧烈之臣 小人做大官 只有有人德的君子 才能够做到 把他放除掉 为什么国君会重用他 因为国君 就是自私自利 不关心百姓 所以用这种大臣呢 供应自己享乐 所以国君不会把他放除掉 但是呢 有人德的国君呢 有人德的国君 就会把这种人放除掉 换了一个新的君王 换了一个新的这个 领导人 就会把他放除掉 并诸四语 不与同意中国 把他流放到边疆 此为为人人 为能爱人 能不得 真的有人德胸怀的 政治上的领导者 会为百姓寻找品德良好的人 来做大官 然后呢 会把恶人逐出朝廷 赶出政权体制之外 做这样的事情的人 是圣人 是忍者 是真正的爱护百姓的人 所以坏人要赶走 好人要长进来 那这就是这个国家 这个用人之道 好 见血而不能举 看到有才干的人 各位朋友 做一个老板 然后应征 看到能力很强的 你会不会想要 把他应征进来 做你的职员呢 当然会 可是呢 如果这个有能力的人 他不懂得尊敬老板 而且不懂得 这个感恩图报 那你说老板 敢用他吗 不敢 因为用了以后 可能我的公司 被他夺着 所以一个有人德的人 两个有人德的人 在一起 那么领导者会 重用这位有人德的人 但他必须也是 一位有人德的人 不能只是有才干而已 好 他有才干 又有这个人德的凶法 那么我们就应该 引用他 见贤而不能够止 不能够把他拔着在位 举而不能够先 就算拔着在位了以后呢 有重大的任务 你不交给他办 你偏偏交给别人办 把这位人才 纳在那里 量在那里 那么这就是 但 这个国家就危险了 见不善不能退 看到不好的官员 或者是职员 你不能够把他辞掉 把他赶离开你的权力的核心 或者是他做了一些坏事 被别人指责 然后呢 你把他从第一线退下来 放到第二线 但是呢 退而不能怨 过云 虽然把他放到第二线 但是呢 你时不时 有事情才去找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一个被团体厌恶的 这个高级的干部 领导者把他从第一线拉下来 退到第二线 但时不时 还是有事情会找这个人 那就表示 这个领导者 满脑筋想的 也是自己的私利 见不得人的事 当然找这一个人来帮他做 所以台面上把他拉下来 实际上 还是不断的受据 退而不能怨 不能把他放逐掉 远离他 还是常常跟他相处 过云 这样就是不对 这就是国君用人之道 也是企业用人之道 好人之所悟 这个人是百姓 悟 人之所好 百姓喜欢一个 为百姓服务的官员 这个国君不喜欢这种官员 这种官员呢 做的事情的利益是给百姓 而不是全部的国君 所以他不喜欢这种官员 把他拉下来 好人之所悟 百姓讨厌这个官员 因为这个官员抽税抽的特别的重 使民不以义 前面讲 养民以惠 使民以义 要调动人民做劳务的时候呢 使民以食 那这样的官员呢 这个 他不能够使民以食 百姓是很讨厌的 可是国君偏偏要重用 为什么 他替国君抢夺人民的财富 为国君个人欲望的满足 如果一个国君是这样做的话 服人之性 违逆了人民的需求 人民的本性 灾壁 灾难就会尽了 人民会反对 想要推翻你 国家政权体系里面 其他有野心 或者有理想的政治人物呢 就会利用人民这种愤怒的情绪 借机把你推翻 让你丧失正常 千古以来 都是这样的基本的道 对整个儒家哲学 本来就是一个政治哲学 对一个政治哲学里面呢 有君子自我修养的人生哲学 那我们这个课堂 比较重要是个人的这个 处世哲学 人生哲学 不过我们还是会讲到一些 政治哲学相关的话 这就是非常政治哲学的重要的原理 世故君子 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 交代已失之 有权力 一定是忠实尽起 信呢 对人民守信 答应人民的事 一定要做到 人民就感谢你 你这个权力就可以在手上 交代已失之 觉得自己已经高高在上 普天之下 莫非王 帅主之兵 莫非王成 结果呢 为所欲 我爱干什么 就干什么 这就是交代 就被失去政权 好 一个地方的国君 生财有大道 简单的原则就是 生之者重 以失之者果 就是创造财富 勤奋工作的人 比较多 好吃懒做 然后呢 不工作 仰赖别人 照顾的这种人呢 比较少 失之者果 当然生之者也要失之者 不过他主要生产大于消耗 失之者重呢 就是消耗者多于生产者 这国家只有少数人在干活 其他人呢 在享乐 不干活 为之者即 用之者输 那么这个做事情的人 很认真 很勤快 然后呢 使用资源的时候呢 慢慢的使用 很简朴 这样的国家 财衡足矣 公司也绝对是这样 家庭也绝对是这样 反之 那就是贫穷 贫困 好 这是生财之道 为有上耗人 而下不耗益者也 为有耗益 其事不忠者也 为有福不财 非其财者也 国君耗刑人政 他的干部也会耗益 你耗人 干部就耗益 你耗益 人民也耗益 你办的事情就会成功 你要办成事 百姓给你配 如果你不行人政 仁义之道治国 你要办什么事情 百姓呢 拖拖拉拉 逃的逃 跑的跑 要办的事情 也办不成 对一个好的国家 上仁义 那么百姓呢 就信任你 配合你 你交代的事情 一定把你做 所以为有好益 其事不忠者议 也就是好益 事情就得办 因为大家愿意 会有福库财 非其财 也没有你仓库里面的财富 不是你应该得的 非其财 抢来的片子 你福库的财物 都是你应该得的 这就是这个 治国之道 好 下面这段话也 我觉得非常精彩 序玛乘 不差于鸡屯 养鸡 养猪 的 小农户 它的财力 有限 靠 鸡 猪 这个 买卖 自己食用 或者是 买卖 而取得 其他的物资 这样的小格局的 经济格局的家庭 是一个格局 如果你的格局 不止于此 你甚至能够养马 能够有马车 那么你的财富 比养鸡屯的 恐怕是一百倍的财富 一百倍的财富 你已经有马车 不止一辆屯的 对你权力也大 财富也大 不要去管你家的鸡 是不是跑到别人家去 如果你的 这个 下面的人 也是跟人家做鸡跟猪的买卖的话 不要用鸡跟猪的买卖 想要去 获得金钱的利益 就是亏本都没有关系 这话什么意思呢 你财富是人家的一百倍 你要做的是更大的事情 这种唯利 小利 就要让百姓去赚 不要在这里跟别人赚 所以你如果是几百亿 几十亿的富豪 你就不要在几十块 几百块的事情上 跟任何人争执 都给人家做鸡 这是为父之道 罚兵之家 不需牛羊 有牛羊 那当然比鸡屯 又需要更大的土地面积 是一个更大的经济体 但是这种经济体还没有大到 非常非常的富有 大富大贵的人家 家里还有冰窖 在地上挖得很深很深 冬天的冰藏在下面 夏天的时候 还可以喝冰镇酸梅汤 2000年前是没有冰箱的 但是人们在夏天 还是可以喝冰镇酸梅汤 他家里的财力 大到可以干这种闲事 家里挖一个地洞很深很深 把冰藏在里面 这是更有权力 更有地位的人 因为他夏天需要吃冰这样子 这个等级的享受 因为其他的享乐所需要的财富 他都有而且超过 所以他可以到这个等级 那既然是这样等级的财富的人 就不要去续牛羊 的意思是不要经营这个东西 作为你身材的物资 因为你肯定是大官 你要做大事 不要还同时雇着家里的牛羊 这个小本生意 相对而言 这就是格局 格局大了以后 就要把小格局的事情放下 百胜之家不序聚恋之城 百胜之家是什么呢 那几乎就是三公 这个最高的这个宰相层级的大官员 你自己家庭都有军队 这么大的官员 你要思考的是 人民对你的效果 什么叫聚恋之城呢 就是做你的家臣 但是需要百姓收 赋税 而且收得非常的多 然后呢 从中取利 你自己可以得到更多的利 少部分进入公家的仓库里面 这叫做聚恋之城 你如果这样过日子的话呢 与其有聚恋之城 你有道成 会是聚恋之城 会让你亡国的灭家 失去了民心 失去了政权 宁可有道成 就是家里的干事 管事的人呢 手脚不干净 偷你一些东西 损失的只是你家的财务而已 财务而已 聚恋之城呢 把民心偷走了 失去的是你的政权 所以照顾人民 才是最重要 那么有钱的大富豪 不要跟做小本生意的人 计较那微薄的利益 请注意这种话 在后面诸子之家阁言 和蔡根 会不断地出现 这一类的话 他已经进入到 人性比较细节的地方 去提醒我们 为人处事的哲学 此为国 不以利为利 以义为义 为利 百胜之家 就是王公大吉 拥有一个国家的政权 你要雇的是 这个国家 长长久久 不是你个人的利益 而是国家的长久人雇 那个东西 只有靠人意之政 爱顾百姓 照顾百姓 才能够得到的 长国家 而物财用者 必自小人以他 主导一个国家 主政一个国家 你资资计较的是 自己的金钱的收入 那你就是自己 把自己当作小 作为一个国家的大臣 难得有这样的天秘 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你要思考的是 如何运用你手中的权力 影响力 公共政策制定的能力 以及拔着人才的权力 去建立一个好的团队 为天下感性服务 创造一个康庄的太平盛世 中国古代道经 文景之治 贞观之治 等等等等 创造一个好的盛世太平 而不是只顾自己 得到更多的财物 那你是自己把自己当作了小 而没有认识到 你今天的地位的角色 好 小人 知始为国家 这个 灾害病治 虽有善者亦无如之 何有他 如果你用小人的方式 来管理国家的话 就算民间有人才 他也无力为天 此为国不以利为利 以义为利 国家要以利 义为利 而不是以利为利 就是主政之人 你的地位已经是这么高 完全不要思考个人的利益 你的薪水绝对够以家用 把握这个机会 为国 举财 为国 奉献 把国家治理 好 相对的一个比较是 当我们在社会上 我们的地位比较高 影响力比较大 掌握的资源比较多了以后 我们要思考 善用我们这些资源 跟我们目前的角色 还有我们的权力 做对社会有贡献的事情 而不是还在增加自己的财产 那人生的意义呢 格局就下 人生的意义格局要大 这就是儒家告诉我们 那目前大陆在倡导 博学 倡导儒学 到底什么是儒学 就是每一个人 要有服务的人生 要做君子 要让社会进步 这就是儒学 好 我们接下来呢 跟大家介绍 另外一部非常好的材料 叫做静思路 静思路呢 早上跟大家介绍过 朱熹 整理周敦仪张展 陈浩 陈寅 四位儒者的格言 智慧的语录 那么分成很多的章节 第一章是信 讲天道 讲理气 这些我就不讲 这是哲学上在讨论的东西 但第二章以后 就是儒家的处事哲学 这里面的话呢 比较像论语的话 但是比较轻松 比较从日常生活的观察的角度 而讲出来的 这个话很多 但很多基本的原理 我早上已经说过 所以我会说得比较快一些 然后呢 我们今天 无论如何把胡红的支言 讲 因为那个是最经典的材料 但我们需要一个过程 让我们的头脑 这个慢慢的沉淀 慢慢的深入 然后进入到胡红的支言 所以我还是要把这个禁思路 整个跟大家说完 好 经过早上到现在的这个 介绍 那我想我会 大家应该会比较 更准确 很快抓到每一句话的要素 其实每一句话的意思 大家都明白 有没有不明白 但是学而不思则管 我现在就带领大家 做这个思考的工作 这样这句话的真正的意义 深入我心 那以后 我们日常生活 就能够用它 好 君子之欲贤 欲奸主 必自省于身 有失而治之乎啊 有所为善则改之 无欠于心则加弥 乃自修其得 我们办事情就是要办成功 但是有时候呢 还是有不成功的时候 但是只要你努力过 你的能力一定进步 记住这个原则 你是认真办事 不管成功不成功 经过了这个过程 你的能力一定提升 然后呢 如果不成功 就是碰到了尖子 那我们要自己反省 是不是我哪些地方 做得不够 有一些属于我的能力 还有机会去改善的 那么我就去改善它 有一些呢 其实不是我的能力 可以面对 譬如说 突然刮了一个台风 活动办不成 譬如说 换了一个政府领导人 他完全不要前面的政策 那你怎么办都没有办法 那么无欠于心 则加免 没有关系 这个因缘未到 下次有机会 我们继续再来 做这件事情 但是重要的是 碰到困难 你要先想想 有没有是因为 自己努力不够 或者能力不足 还可以改善 那就来改善 这样子想事情 就是自修其得 但是这样想事情的前提是 你认真投入 努力付诸会 很多人 做事没有认真投入 事情失败 赶快找 过错 承担错误的 看什么样的人呢 犯了什么错误 所以这件事情不成功 是他们的责任 那就是迁怒于人 那就是推诿色者 这就不是君子 君子呢就是 事情办不成 我们也可以接受 但是要从这个过程当中 找到可以改善的 关键 但是我要再强调 只要你是认真 办过事情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的能力 已经会不会提升 下一次再办事情的时候 你的能力在一个 更高的等级上 那各位朋友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 每天努力提升自己的能力 方法就在 我们所做的事情中 我们认真的做 只他也是有可能 外在环境条件不配合 而办不成 办不成没有关系 当然我们是希望他办成 办不成就看我们来努力 所以别人不配合 那是不是他对我有积怨 那我才改善 我跟他的人性关系 该让的多让一些给他 他对我就没有积怨 但你要有那个度量 愿意让 所以他就掌握一个源子 要做大事的人 利益一定要让给你 你周围干事情的人 没有你那么大的理想 什么叫做理想 天下人获得利益 叫做理想 整个行业的进步 叫做理想 一个很大的活动 办成叫做理想 跟你一起干活的人 没有像你那么大的理想 他为利益而来 所以要办大事的人 一定要舍得利益要给 那你不愿意给 他不能够投入 明明可以成功的事情 因为你舍不得给 为什么舍不得给呢 未必是你替公家省钱 你可能只是替自己扣蛋 也不是省钱 本来也不该你 你想要据为己 那人家看到了 自然不愿意为你卖力 这一类的错误 就是我们要反省找出来 而不是找到一个人 你看他该负责任 不负责任 然后责任推给他 你就没事了 因为你关心的 并不是谁犯错的问题 你关心的是 这个活动有没有办成 这个事业有没有办成 这个行业有没有被提升 这叫做理想 所以当他没有完成 而是因为人的因素 没有配合的时候 我们要去想办法 来改善人的因素 改善人的因素 前面大学 人也都讲了很多 就是自己要率先做好典范 你自己自私自利 你要求别人大功无私 不可能的事情 好 古之学者为己 金之学者为人 成一专怎么解释呢 欲得之于己 为人呢 欲欠之于人 为己就是 这件事情是我自己 要求我自己做 这是我的理想 做了他社会得力 我的能力提升 将来还可以做更大的事情 是为了我自己的理想 而去做这件事情 我就不会以表演的方式 在做这件事情 事情的品质不重要 长官来的时候 我一定努力干活 事情的进度不重要 长官聊天的时候 我一定跑过去向长官报告 我多么认真做这件事情 这就是为了做给人看 表演的 金之学者为人 欲见之于人 你做的所有事情 要被人家看到 然后对你肯定 这就是格局 你是为了事情的成功 你就会努力 提升自己的能力 是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做 如果你只是为了自己 得到别的利益 你做任何事情 都只是在演戏 表演 你得到利益 至于事情成不成功 不重要 甚至 如果事情成功 功劳是别人的 你得不到利益 这件事情 你肯定要去破坏 不让他成功 各位朋友 这种行为 就叫做文恶 我们都不知道 什么是坏人 这个人就是坏人 公家的事情 不愿意别人成功 去破坏他 这种行为就是坏 这种事情就是坏事 不是电视上演的 才叫做坏事 电视上演的坏事 也就是这种事情 不然还是什么事情 这种人就是坏人 那一个人为什么是好人 为什么是坏人 看他做事是为己 还是为人 为了自己成长 为了自己的理想 还是为了表演给人家看 为了自己得到利益 差别就在这里 好 智道肯切 故事诚意 若迫切不中理 则反为不成 盖实力中 自有缓急 不容无事之破 观天地之话 乃可知 智道肯切 追求理想 非常的认真 但是呢 但是呢 在跟别人 沟通 互动 要别人 配合的时候呢 若迫切不中理 反为不成啊 人物至最后 就讲 境界最高的人 急急 缓人 那么 其次呢 急急急人 等急最下的呢 是缓急急人 就是要劳动 要付出 要牺牲 要奉献 自己先 别人呢 不会那么要求 中等的人呢 自己急着做 也会要求别人做 带着做 等急最下面就是 自己不做 去牺牲 去奉献 你们去努力 要别人去做 这样的结果呢 别人是不会认真的做 所以 什么事情要缓 什么事情要急 该自己负责任的部分 要急 要求别人付出的部分 要缓 急了 反而坏事 先急自己 别人的部分 会自动如上 不容如是之破 不是所有事情都迫切 为什么我们做好事 会很急呢 所谓急是 对别人讲话 言语急迫 要求别人投入呢 到非常的 这个分秒必争 密码给我办 也就是 急求成功 为什么会这么急呢 也就是好名 好成功的名 急求成功 成功了以后呢 我可以得到社会的赞 长官的肯定 我可以升官发财 为了我自己的成功 我要求别人投入付出的部分 会非常的急 但是 做事情 就是要把事情办 而不是 做事情是 我功成名就 这又 做了一个更细腻的区分 作为一个君子 做事情 一定要把它办 办好的时候呢 功劳是长官的 利益是同事的 辛苦是我的 这是君子 会变成圣子 会是一个有福报的人 他讲话人家会听 他做事大家来会 事情成功以后 功劳是长官 长官得利 同事跟干部得利 事情都是他来做 事情会成功 我说事情都是他来做 不会只是他来做 长官不会给他设障碍 同事不会给他设障碍 朋友不会给他设障碍 干部呢 也会配合 也会投入 甚至投入了更多 当先要求自己 急急缓人 而谦虚 功劳是长官的 利益呢 是同事的 这个人做事就会成功 而不是急着要求别人 就是缓急要掌握那个分寸 所以做好事 就是好事 是对的 你自己非常急就好 一天24小时 18个小时都投入这个工作里面 但是你的部署 8个小时的工资 就是8个小时的劳动 不要要求别人更多 当你付出了18个小时之后呢 这件事情就会让人家看到你的诚意 自然会加速的进展 观天地之化 乃考之乃 都是一步一步 按部就单 这个道理后面还会再说 好 明道就是成明道 成号 所见所骑 不可不远且大 然行之亦须 亮丽有见 智大 辛劳 力小 认重 忠宏 败事 理想要大 但是做事情 一定要看清楚 它的环节 而不是智大 辛劳 就是浩高文言的意思 想很多 但是呢 你能力没有 相对的培养起来 就是理想 你要承担责任过于重大 躺避党居 这也是无能的表现 所以有能力的人要追求巨大的理想 但设定的理想有近期中期远期 不会在近期就需要远期的理想做出来 做出来的也是空的 外表的 虚的 对实力点滴的培养成长 一步一步 持续不间断 大的事情可以完整 而不是空口说大话 叫做妄言 狂言 做不到 就算做到了别人也无法减证 一减证都是空包蛋 那就是假的 忠恐办事 理想固然要远大 但是就是每天的勤劳累积起来 因为要每天的勤劳 所以每天都得付出 谢意一生便是自暴自弃 今天要学这个 明天要服务那个 后天要学这个 大后天要服务那个 这就是非常勤勉的生活 每天都在学习跟服务的状态中 而不是懈怠 懈怠就是该服务的时候 处在那里不动作 人家等着你服务 你就是不动作 懈怠就是该学习的时候 不去认真学习 时间再消耗掉 言不及意耗神小费 浪费时间浪费观音 这就是谢意 就是自暴自弃 就是放弃了你自己 作为一个有为的人 有用的人的机会 的权利 儒家认为 人人可为阳碎 每个人都可以成为 对社会有用的人 那你就要每天勤奋勉力 否则你是放弃了自己 作为有用的君子 圣人的权利 机会自暴自弃 各位朋友 我再说一遍 一经六遥 一直在第一遥的人 超过百分之一十 能够到第二遥以上的呢 都是曾经历过 这样子 但是每个人有不同的命运 也许我们努力到第三遥以后 我们就从主角 主战场退下来 当个配角 当配角的时候 人生也要非常有意义 对家人有用 好好的活着 让我们全家人对我很安心 把家庭人际关系照顾 让他们每一个人 在外面各个成才 这样也非常 那如果到了第四遥 所有的人生的智慧都得具备 因为那是你能够大开大火展现的时候 然后当你到了第六遥呢 你就要 又再度回到第三遥的状态 让别人快乐 而且自己也快乐 所以不努力 就会永远在第一遥 那社会上有能力的人 其实就反过要照顾第一遥 好 不学变老而衰 不管你年龄几岁 有没有十几岁的年轻人 就不想学了 你知道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也做得不认真 反正有办事就好 当然有的 就像十几岁的年轻人 终生都是第一遥 甚至第一遥都很难上 好 二十几岁开始不学了 三十几岁开始也不学了 用我现在的能力就来生活 永远就是这个流血 有非常多的时间 在不重要的事情上 还是五十岁还在努力的学习 各位想那些企业家的大老板 六十几岁七十几岁 他都还在学习 他在四十几岁的时候 他在学习 五十几岁的时候 他也还在学习 六十几岁的时候 也还是在学习 他的企业才会僵妥 不断的扩大 不断的扩大 我觉得像我们做学者 是最幸福的一个行业 学习就是我们的职业 不学习呢 就没有办法教书 好 不学变老而栓 每一个人都应该自我齐学 而且活到了 学到了 人生要进步 人之学不进 只是不有 没有办法进步 是因为你不够勇敢 因为学习就要下风 就要付出 甚至呢 要放下身段 要谦虚 这样子 像我今天 如果我要学英文 我英文不好 那我要比我年轻的人学 跟我同年龄的人 没有时间教我英文 跟我同年英文好 人家没有时间教我英文 因为他太忙了 像我自己也是非常忙的 所以你要学习 要下风 有时候呢 要谦虚 像能力比你强的人学习 他可能比你年轻 他可能社会地位比你低 但是你要向他学习 学习而不能够进步 就是你没有勇气 没有励志 除非你不想学习 任何一门功课 专长技术 要学会 都要下股功 下股功就是那个勇气 好 学者为气所胜 喜所夺 只可择志 什么叫气所胜 喜所夺 我要尽得修业 但是呢 有不好的习惯 有缺点 比如说 爱睡懒觉 比如说 好喝酒 比如说 好说别人坏话 或怎么样 这个都是坏习惯 坏买病 我们要尽得修业 我们要尽得修业 但是呢 却自己有一些坏的习惯 缺点 毛病 那么 进步的事情呢 就无法成长上去 那么关键出在哪里呢 你要学习的动机不够前面 没有励志 所谓励志 就是我一定要的 各位朋友 励志跟开窍是同一回事 你没有开窍 那个不叫励志 那个叫做想象 你励志要什么 真的励志 就是你真的开窍 开窍的意思就是 你完全全明白 你要的是什么 而且 你是非要道不可 而且 你是不管经历过多大的辛苦 艰难 你都要克服困难 达到目标 绝不停止 这才叫励志 这也叫开窍 对 一个人开窍了 一个月的时间 一年的时间 十年的时间 投入这件事情 不会停止 没有达到目标 所以在过程当中 因为自己个性的缺点 然后呢 就停止成长了 这就是志向不够坚定 仍无知己的 还讲一个观点 一个人有一种特殊的专长 使得他成为人才 叫做偏才 假设他搭配了一个特定的不好的个性 譬如说 好喝酒 然后会饮酒 物事 譬如说 喜欢偷窃 譬如说 这个喜欢 这个挑拨别人的是非 等等 一个人 有一个专长 是个人才 但只要个性当中 有一项严重的缺点 这个缺点 永远会破坏 他的专长 他的能力 成功的机会 他的这个专长 永远不会有成功的机会 因为到一个关键 就会被这一个不好的个性呢 给破坏掉 就是这句话 学者为气所胜 习所得 习气 就是个性中的缺点 那么 一个人要克服这种缺点 就是他要立志 而且是真正的立志 他今天终于开窍 再也不会自己拿石头 扎自己的锦 再也不会因为自己个性当中的缺点 而坏了自己的大事 这样学习才会成功 所以说不成功 就是不勇敢 就是志向不够坚定 所以各位朋友 你可以想 任何你真的想要的东西 你一定可以得到 但是不是用想象 就是要用立志 立志就是要去学习 就是要下功 就是要谦虚 任何的困难 我都要把它克服 你就开窍 你开窍的那一天 你要的东西一定会得到 早晚而已 好 内重 胜外之轻 得身 健幼之小 什么是内重呢 理想 从高 自我要求 坚定 叫做内重 主观的意志强 胜外之轻 什么是外之轻呢 就是后面得身 可以健幼之小 外在世俗 利益的诱惑 就会被克服 关键在于 内在主观的意志 理想 坚定 还是一样 主观的意志 理想不够坚定 各位朋友 谁没有缺点 谁没有不好的个性 这些东西一跑出来 你要追求的理想 就靠近理想 所以 每一个人 要改善自己的命运 关键就在于 改善自己的个性 不过 你如果没有理想 你如果没有想要更 高境界的生命的话 你何须去 改变你的不好的个性 所以人要没有理想 一切都停止 停吧 不再静点 也不会再学习 就是因为有理想 所以想要学习 所以会拿出魄力 拿出意志 然后呢 你真正的敌人 是谁 就是你自己 个性中的缺点 我们的个性中的缺点 伴随一生 究竟是你的个性 是你的主宰 还是你是你的主宰 各位朋友 你比较厉害 还是你的个性 比较厉害 你比较大 还是你的个性 比较大 把你的个性 找出来 他才是你 真正的敌人 老子说 圣人者有力 自胜者强 你本来就比他 智商高 你怎么样都是 赢他 你本来就是 比他身体好 你怎么跑都 跑得赢他 圣人者有力 你已经比他强 你怎么跟他比 你都是为人的 但是你并没有进步 你只是本来就比他强 圣人者有力 自胜者强 什么是强者 不是赢过不如你的人 而是赢过你自己个性的缺点 自胜者强 要胜过自己 什么叫胜过自己 我要追求理想 提升生命的境界 我要学习 但是我懒惰的习性跑出来 这个喝酒勿式的习性跑出来 说人家坏话的习性跑出来 就坏了我的当时 我的学习就无法成熟 所以这些理想要达到 那你就是要克服自己个性的缺点 所以是自己跟自己作战 而不是跟别人作战 跟别人竞争 当然有人跟你竞争 你能力提升了 不如你的人就跑掉 能力再提升 上面又跟你相等的 是你的竞争者 可是你之所以赢过他 是你能力提升 能力提升 就是改变个性当中 不好的个性 所以改变命运 提升生命的境界 对付自己不好的个性 好 各位朋友 你有没有不好的个性 你清不清楚自己不好的个性 那就要好好地想一下 哪些才是我不好的个性 通常在大学上通试课程的时候 我会跟学生讲 找一个最弱的敌人 先把他消灭 最强的敌人 你现在可能还不认识 知道我的意思吗 我们自己个性中的缺点 我们自己人性当中的缺点 真正最强的敌人 你可能还不认识 但是你现在一定知道 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 一些不好的生活的态度 所以我会跟大学生讲 说找一个最弱的敌人 先把他消灭 先干掉一个 培养成功的经验 会提升自己的信心 然后呢 你个性当中 其他更隐为的 更重大的缺点 在你能力提升以后 他会给你出来 那个时候你再来对 现在20岁的 你的缺点就是这些 晚上不睡觉 整天玩什么 喜欢去玩 上课不认真 上课打瞌睡 生活秩序混乱 大概就这些 先找出一个 你觉得你有可能消灭 把他消灭掉 三十几岁的人 通常有哪些问题 四十几岁的人 通常有哪些问题 时候到他都会 所以成长 就是隔除 生命个性当中的缺点 这就是内众 圣外以情 得身 借以右之神 那些个性中的缺点 都会跑出来 引诱我们 向社会世俗的力量 趋 人者 先难 后过 什么意思呢 辛苦的事情 我来做 功劳 不用 利益呢 你们先拿 拿完了 不要了 再留给我 白话讲 就是这个意思 先难 我们在社会上做事 先想到的就是 我要得到多少利益 还有利益要先进我的口袋 我才愿意干事 至于事情呢 干不成 是因为他没有做好 那你还算是个君子 你到底有没有要社会进步 是个君子 先难后过 有位而坐 皆先后 做一件公家的事情 有我私利在 这就是先货 我们现在谈事情 谈为公家做事 你都已经有了薪水 谈为公司做事情 你都已经有了薪水 你还要先问 做这件事情 我又没有什么好处 我才做 有位而坐 皆先货 你要先得到利益 但你没有付出 你就想先得到利益 这就是小人 君子 想到的是 事情半成功 百姓获得利益 社会获得进步 这是君子在想的事情 古人为之 为人而已 为人就是让社会进步 百姓过来的生活 君人皆先货也 成名道反省 他同时代的人 在官场上做事 都先求自己的利益 叫做先货 人者先难而后货 辛苦的事我来做 各位朋友 没有得利益的事你愿意做吗 如果那件事是对大家有好处的事情 观念的关键就在这里 先练习一下 找一些比较简单的事情 我们在日常生活练习一下 你会发现生命有不一样的意见 好 有求为圣人之志 然后可以共学 学而善思 然后可以试道 试而有所得 可以立 立而化之 可以以权 跟前面孔子文语的那段话 再解释 这个意思差不多 无知学者为己 终至于成物 为了自己的理想 再大的困难 我都要坚持走下去 终于把事情办成 再讲一次 君子就是有能力的人 就是事情能够办成的人 在公家机关做事 事情办不成 但是责任可以推给别人 这是小人 不是君子 君子就是把事情办成的人 终至于成物 今知学者为物 终至于丧己 为物就是先货 先得利益 为利益而来做事情 终于把自己的人生的格局 给断送掉 自暴自弃 不成君子 成了个小人 张衡渠说 人虽有功 不急于学 心意不遗忘 那么 这个 有该做的事情要做 就去做 但是呢 我们讲服务 又要讲学习 要不断的学习 提升服务的品质 所以呢 如果能够边做边学 同时做同时学 不断提升服务的品质 是最好 但是事情太多 没有机会静下来 想提升学 那有点可惜 但是心意不遗忘 总是要把这个念头 放在自己的心上 当你有这样的念头的时候呢 心苟不忘 虽皆人士 即是实习 心里想着 不要学习 不要为社会服务 提供更好的服务的品质 当你在做 这样的想法的时候 即便 你在接待宾客 在与人沟通情话 你都是在落实 这样的一个儒家的理想 即是实习 你做事情的时候 你就自然有分寸 自然是为功而不为私的 莫非道也 也就是 只要你在做事 做事的时候 想的是为社会服务 为功而不为私 你就是在落实 你所学的东西 当然 我们更应该 找出时间 来学习 来提神 可是真正的学习 在实践当中 也是一种学习 实践的空档 行有余力 则以学文 也是一种学习 心若忘之 则终生以柔之 虽 终生以柔之 则是俗事 什么意思呢 办公家的事 办公司的事 你并没有想着 我要提升服务的品质 你只是在做 例行上该做的事情 你做那一些事情 都只是俗事 没有服务的意义 为什么 你态度不好 口气 你做一件事 别人还得承担 你的脾气 请你做些事情的时候 老板请你做事情 还得对你和颜悦色 面带人笑 还得求你 你才能做那件事情 你不是在做生意什么 你就是在做生意 就是在做乱卖 所以呢 你的公事的服务呢 其实是个俗事 并不是真的在为百姓服务 因为人得的精神 没有在你服务的事业里面 所以那个为别人服务的 利他的精神 应该要在你所做的事情里面 我们有看过几个公务员 在服务的时候 态度积极 和气吗 如果没有 这是我们社会的可惜 如果有 这是每一个人应该要有的品质 社会应该要推行服务的人身观 可是呢 你不是领了薪水吗 那为什么不好好把事情做好呢 那你今天这样对待民众 对待客户 哪天你以民众的身份去别的地方办事 以客户的身份去别的地方购买的时候 你受到的也是这种很烂的待遇 那你觉得愉快吗 那你想要改善吗 从哪里改善呢 当然就从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改善 心若妄知 你就算在做服务业 你做的也是随时 没有被人家拜托 你就不好好做 没有被人家吹捧 你就不好好做 没有被人家给额外的利益来讨好你 你就不好好做 那你这不是俗人之行呢 好既学而先有以工业为义者 于学便相害 学就是要下股功 提升能力 有机会为社会 但你想的是 哪天我要做什么事情 做成功 功成名就 获得大家的肯定赞美 获得金钱 获得地位 获得财富 获得权利 想到的是自己的工业 利益 你的学习动机不单纯 你的学习就会不实在 你会挑那个一本万利的事情 你就不会挑那个要下股功的事情 我早上就说过 有些事情 你就是得困而学习 而不是所有的事情 你都在生而知之的境界 那么为了自己得利益 困而学之的事情 你就不会干 那另一部分的服务品质 就不会出来 既有意义必穿着创意 做起事端 学习是为了自己功成名就 那么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做事的过程当中 你可能就是在表演而已 表演就会穿着创意 做起事端 做起事端呢 就是把过错推给别人 穿着创意呢 就是自己创造机会 让自己表演 而不是实实在在地 让那件公事落实成熟 得未成先以工业为事 带大将者 稀不伤手 那是替老天爷在做事 一个人有得 而有福 是否有福 老天爷的事 老天在做保证 有得责任在你 有没有福呢 决定于老天 你得还没有做福 就先想要功成名就 想要那个福 你再扮演老天爷的角色 但是呢 你不可能扮演老天爷的角色 所以你这些虚伪的行为 作秀的行为 投机取巧的行为 一定会伤到你自己 带大将者 稀不伤手 怎么有不伤到手呢 一定会伤到你自己 耳目易于外 揽外事 其实是自动 不肯自治 耳目易于外 揽外事 什么是揽外事 一个职员 在公司里面 一个官员 在政府里面 绝对有他 本职的承办的业务 这个业务一定要做 开会的时候 讲别人的闲话 讲别人的坏话 或者是 长官需要做什么事情 但轮不到你这个单位 那你说我来做 为什么 因为长官开口 你好表现 之类的 或者是 根本不关乎你的事 而是呢 这个别人的私事 你说我来帮忙 你的目的是什么 讨好别人 这都是揽外事 耳目易于外 而不是内众 你在这个角色 在这个职务 有你的执掌 就是你必须负责 把它做到成功 该做的事不用力 会被别人看到 因而感谢你 给你利益的事情 你非常的热情 热衷于这些事情 叫做揽外事 一个君子就是来办事 事情就是要办成 办什么事 执掌上该你的事 为社会进步的事 今天是你没有认真的办 讨好长官 讨好图事 讨好别人的事情 你整天在干 创造更多的 非正式的状态 非正式的互动的机会 在那里表演 得到种种的好处 正式的场合 正式的角色 你始终拉下脸 凑着一张脸 该干的事都不好 为什么 因为别人都犯错 所以你自己 没有机会为大家 推诿谢子 这种人有虚无 在人物质里面 这种人叫做质义 就是人际关系第一名 服务大众零分 但是人际关系 第一名的结果 太多的好处 自己可以做 因为别人也是 私下给你 不当的好处 这些都是揽外事 就是自堕 就是在堕落 不肯自治 只言短长 不能反攻卓越 只是在说人家的坏话 帮这里打进来 帮这里打进来 就是浪费生命 在这些言不及语的事情上 不能够反省自己 那这就是堕落 好 学者不宜致小弃倾 弃小则异足 异足则无犹记 弃轻则以为之为以之 为学为以学 治小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没有服务的热者 弃轻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肩膀 没有承担的力量 很容易生气 而且一生气呢 就不必承担责任 我早上说过 一个人要怎么样 推卸责任呢 就是发现别人 做错了什么事情 用力的骂他 你自己该承担的责任呢 就不会有人来要求你 只是我要提醒 当你在用力骂人的时候 你心是邪的 你的面相呢 也是邪的 这样子用个几年 你会越来越丑陋 然后呢 你没有进步的机会 然后别人愿意负责 他成长 他进步 叫做弃轻 弃轻就是没有承担力 容易放弃 要不然就常常处于 发脾气的状态 各位朋友 我们在社会上工作 不管是公司 还是政委的单位 都尽量不要发脾气 很少很少很少的脾气 是这个为了天下人的安危 看到外人自私自利 一怒这样 很少很少的脾气 是这样的发 很多很多的脾气 的发 都是做公事的时候 的自己的私利 得不到 被破坏 而发脾气 都是假公济私的脾气 在发脾气 责备人家的时候呢 用的是光明正大的话 骨子里头 都是自己的私利 被破坏 少发脾气 发脾气的时候 所有人都在看你 其实比你有智慧的人 完全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是公然的堕落 至少一族啊 没有服务的热忱 容易满足 一族呢 则无由尽 那你就不会进步 人生应该要进步 这一生 进步多少 就进步多少 对不起 我查一下 没有理想 就不会想要学习 就不会进步 不过 我有一个观点 这个一个人的一生 要进步的事情 可能就是一两项 重要的能力 你是哪一行的 你需要哪种能力 其他的能力呢 你不具备 但是呢 这个 不严重 但是你属于这一行 你某种能力就要非常的具备 包括某种个性的配合 你是开飞机的人 你绝对必须个性非常的稳定 还有身体要照顾的 绝对不做会影响身体健康的事情 之类的 还有不只身体健康 心理也要健康 这个欧洲不是有一次空难 是因为有一个人 就自己在里面一个人 他想 那个 就把整个飞机给那个 所以心理要健康 身体也要健康 你是哪一个行业的人 就具备那种能力 以及 那种能力所需要的 那种好的过性 对其实我们一生当中 可能就是努力做好一件事情 两件事情 一定要成长 一定要进步 好 那先跟大家预告一下 反正就是 我讲到六点半 这样可以吧 好 谢谢大家 我看大家这么认真 最近讲读学很少 有这么认真的听众 谢谢你们 因为你们的认真 所以你们一直给我脑坡 所以我就回还给你们 好 一川先生曰 智之 必知得与不得 于心气上也知 只要知道你这个人 学习的效果如何 有没有真正得到 那就看你跟人家相处的时候的态度 就叫做心气 你是平和的 还是你在骂人的状态 还是你在唯你堕落的状态 看你的状态 就知道你学习 受用于得 思虑有得 心气 劳好者 实未得 如果你要理解一个道理 靠思虑 理解这个道理 搞得你很累 其实你并没有得到 第一次是什么 你自己自己在抗拒这个道理 所以要学会这个道理 竟然要让你非常的辛劳 非常的劳累 其实你的潜意识自己在抗拒 譬如说你要慷慨 譬如说你要宽容 譬如说你要乐于助人 或怎么样 你正在抗拒这个价值的观念 所以会搞得你身体很累 这个实未得也 强揣步 自己外在地勉强自己 因为他也很慷慨 所以我也学他很慷慨 但他慷慨得很轻松很自然 我却慷慨得非常的累 那就是你并没有做到 常有人言 比因学到 我因为学习 成长 结果呢 搞得我思虑心虚 搞得我 这个 非常的用力的深思 力所 搞得我很累 要学习 要学习智慧 学得我很累 成一川就说 人之血气 有须有识的时候 所以呢 不免会有疾病 圣贤所不明 但是他讲一句话 未闻自古圣贤 因学而至心急 搞得你很累 学不会搞得你很累 玩 会搞得你很累 放纵欲望 会搞得你很累 还有一件事情 会搞得你很累 可能比放纵欲望 还要更累 大家不要 0.1秒想一下 跟别人吵架 跟别人斗争 找别人的麻烦 制造仇人 会搞得你很累 与其制造仇人 不如去放纵欲望 还不会那么累 这样明白吗 哪有因为学习而累 学习累了 你就自动停止学习 你读书也读不下 一天已经读了 十个小时的书 你要再读 再怎么读也读不进来 你就会自动停止学习 你不会累的 跟人家吵架会很累 吵十个小时 没有吵云 你还会继续吵 结个愁 十天 十个月 十年 你都在累的状态 或者放纵欲望 放纵欲望 放纵一天 消耗十天 放纵一个月 消耗一年的力气 之类的 但是呢 与人结仇 会更加的消耗力气 这样大家对比一下 就能够接受 没有因为学习 而把自己搞得很累 因为累的时候 身体累的时候 气自有趋势 你就自动停止学习 如此而已 只有欲望停不下来 还有比欲望更停不下来的 就是与人斗争 劫丑 找人家的麻 以及担心别人来害你 那就更累更累 所以各位朋友 一本万利 不要制造仇人 不要欺负别人 因而制造仇人 如果已经仇人 你就一个半 就是任命 打个几场败仗 仇人引领了 爽了 气消了 这个劫难就过了 否则 你准备打五十人的战争 你这辈子 耗在这个人的身上 多么不值得啊 你打赢他一场 他肯定要再打赢你一场 你再打赢他 肯定要再打赢你 这个战争要打多久 如果有仇人 那你就打一场败仗 他觉得他赢了 你心里在暗自高兴 最好再打一场 又输了 他赢得非常痛快 气完全消 你更高兴 因为你省下 更多更多的力气 往后的人生 你不必再担心 他还要来害你 因为他已经害到了 害成了 然后呢 这个力气 用来 学习 成长 成一川说 从来没有因为成长 把我们累死的事情 那 什么事情会把我们累死呢 欲望 会累死 还有仇恨 会累死 就这两件事 好 思约瑞 思虑酒后 瑞自然生 只要你愿意去认真地想 你的智慧一定会出 如果一件事情上 想不透彻 就是累了 就是学习 各位朋友 学习这种事情 到你累了的时候 你是学不进来的 你肯定要休息 好 而 这种休息呢 其实 有时候 你做不一样的事情 就是一种休息 你读哲学 读得很累 休息一下 好 去读 小说 这样子 或看电视戏剧 这就是最好的休息 把头脑完全转换掉 好 读 这个哲学家的理论 很累 读不下来 那 我常常就去 去看一些 比较简单的文章 审查一下别人的论文 那一样是在学习 把审查论文的意见 写完了 刚才那个累的 那个头脑 也休息好了 这个时间没有浪费 可以干了一件事情 然后又回去可以做 原来的那一件事情 陈一川的意思就是这样 一件事情上 想不透 换一件事情 不要专守着这一件 这样你所有的时间 都用在 有用的事情上 只要换事情 做就好 好 这个不久性 也看一个这个大脑 培养训练的报道 其实大脑的休息 最好的方式就是 换另外一个区块 再运作 而不是完全 运作 换另外一个区块 再运作 会让原运作 那个区块 更快度恢复 它的体力 它是一个更好的休息 结果你所有的时间 除了你累到想睡觉 之外 你都在创造 都在干活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学习的方式 人的知识 这里避折 强思也不通 我就换另外一件事情 来做 这样就好 我还是在进步 好 人有志于学 知识必顾 力量不至 如知何 学 但是呢 学不好 怎么办呢 没有什么怎么办 继续学 只是自知 自知搞清楚了 力量就提升 对学习 而学不成 觉得没有力量 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就是继续学习 所以不必问那么多问题 会问这个问题 就是我前面所讲的 力智不够 没有开窍 各位朋友 什么叫做开窍 再说一遍 你有一件 你非得到不可的东西 非达到不可的目标 然后呢 你知道你要什么 然后呢 你非得到不可 然后呢 不管有多大的困难 你都不会停止 那这个东西 你一定会得到 你一定会成功 这个就叫做开窍 想问这个问题 就是不开窍 学了半天 我怎么能力没有提起 那怎么办呢 没有什么怎么办 持续下去 就好了 好 张腾渠说 学不能推就事理 只是心粗 言子未至于圣人处 游是心粗 就是这个 学了就要懂事 就要会应用 举一语而以三语反 原理学会了 怎么应用 不同的时间 空间 产活 我都知道 怎么应用 就叫推就事理 你不能够推就事理 就是学而不思 只是心粗 你还没有用力 投入下去 还很粗糟 言子未至于圣人处 游是心粗 这个我们管 这是张腾渠的评价 金人不会读书 诵诗三百 受之以正不打 使于四方不能专对 虽多一息未 一息以未 虚是未读诗书时 你不懂得怎么做事 但是呢 既读了诗书以后 你就会做事 答于正 专对四方 这才叫做读诗 这才叫做读书 各位朋友 中国哲学 如是道 都是人生管理哲学 学这个东西 就是要会生活 会做事 做事的时候 要考虑什么因素 做人做事 要理解什么道理 如是道 谈的都是这些东西 所以读如是道 而不能成为人生的高手 就是没有学会 论语就是这样子 读诗经 告诉我们 人际关系 这么多的情感的原则 读懂了以后 处理人际关系 你就一定知道 应对 进退 所以 办活动 能够办成 做外交工作 能够把事情谈成 所以呢 不会做事 就不是个好读者 我们学这个东西 就会让我们成为 人生的高手 会做事 那学博教呢 就会让你 没有烦恼 因为你通透 人生的道理 学儒家呢 就会让你会做事 学道家呢 还会让你快乐 尤其是学庄子 好 存养 圣人可以学习吗 周廉西说 可以 要点是什么呢 依 依是什么 服御 服御是什么 服私心 圣人就是 服务的态度 贯彻到底 功劳 长官的 利益 同事跟部署的 辛劳 我的 我做事一定会成功 大家不会来阻 阻拦我 甚至会出手帮助 只要我功劳 别人的利益 别人的辛苦的事情 我来做 别人一定配合我 一起来做 各位朋友 老子哲学 就是这一句话 核心 精华 就是这一句话 所以 周敦仪的 哲学 著作里面 吴语 的这一段 老子哲学的 精华 也就是这样的一句话 我明天看老子的时候 其实很多东西 我已经 等你讲到 原则就在这里 无私心 但是呢 一心一意 为公家做事 好 下面这一条 可以是 禁思路的 精华中的精华 刚兵中的刚兵 掌握这一条 禁思路呢 所有的优点 我们全部吸收 非常简单的 一个观念 圣言语 养其德 节饮食 养其体 事之致敬 而所信 致大者 过过于 言语 饮食 大家看一下 这个句子 想一下 有没有道理 切尽 但 所信 致大 离我们最近 但是 影响最重大 就是 讲话 跟吃东西 圣言语 养其德 什么叫 圣言语 养其德呢 鼓励别人 而不 伤害别人 赞美别人 而不 讥讽别人 给人家 正确的知识 而不 给人家 错误的知识 这样子 给人家 正确的消息 而不 给人家 错误的消息 误导人家 失败 圣言语 培养我们的品 颜 疑极之 而言 颜味 疾之 而不 有 见颜色 而有 不要燥 不要 也不要 鼓 语言 就是这么重要 节饮食 养其体 这就不需要 我多说 各位朋友 有没有发现 原来 你只要顾好 一个器官 就是我们的嘴巴 作为一个有能力的人 作为一个领导者 嘴巴一张开 讲什么话 人家就听你 然后希望自己呢 活到九十岁以后 笑一笑就走的人 一定从今天晚上开始 就注意我们的义食 蔡克丹有一句话 老来疾病 都是 壮实招的 我都没有做到 但是 这话非常 一定要再一次强调 让大家 注意 所以这是一个全面的 中国哲学 人生的管理 言语 我们的德性 饮食 我们的健康 老来疾病 都是壮实招的 所以 从此刻起 注意我们 吃的东西 好 下面这一句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在台大上 通试课的时候 下面这一句呢 是大学生 反应最热烈的一句 好 无草 常须爱养经历 经历稍不足 则倦 所灵事 勉强而无诚意 就算接见客人 你一张口讲话 你精神状态 好不好 昨天有没有睡 作息正不正常 就算接待宾客 这种小事情 都会反应出 旷林大事乎 所以 如果明天要大专免卡 大专免卡 前几天 一定要睡眠充足 不可以熬夜 玩乐 明天呢 公司有重要的会议 我要去报告 今天晚上 肯定不敢在外面 喝酒 喝到半夜 两点才回家 这样 旷林大事乎 好 所以重点是说 常须爱养经历 那我们的经历 是如何消耗掉的呢 跟前面那个 完全一样的道理 放纵欲望 消耗掉经历 但还有一个东西 更加严重的消耗经历 就是与人争斗 就是跟仇人出世战 你在有仇人的时候 有仇家的时候 你整天的经历 三分之二 二分之一 都耗到你身上 只是要一点点的力气 做你每天该做的事情 你变成活死人 活僵尸 所以人生 千万不要制造仇人 如果有仇人的话 肯定是你已经伤害他命生 那你要 做好心理准备 连续吃好几次的败杖 这个仇也能够化解 败杖吃完了 仇化解 从此以后 每天不需要花 二分之一 三分之二的力气 在对付你 对全力以赴的 重新经营你的人生 你又可以重新占结 所以不要浪费精力 如果大学生不理解仇人 但他会知道 他们平常浪费精力 为什么呢 百分之九十的大学生 晚过十二点睡觉 晚上上晚不睡觉 住宿舍的 宿舍到晚上非常热闹 早上的时候起不来 上课的时候呢 打个睡 体力照顾 老师要问问题 要报告的时候呢 没有精神 无精打采 所以我在台大上课的时候 这一条是大学生反应最激烈 他们因为这一条话 看到自己 没有把自己的身体照顾 以至于不能够有健康的身体的状态 不能够精力充沛地 来面对学习上的事情 好 那我们社会 同事 我们每天早上 九点以前要到办公室 也许九点半就开会 老板在主持会议 结果呢 我们进去的时候 蓬头垢面 睡眼心松 精神不尽 那这样子 还像是一个在上班的人 所以要照顾好自己的体力 照顾好我们的体力的重点在于 照顾好坐习 该起床起床 该睡觉睡觉 该工作的时候认真工作 该休息的时候休息 你就能够把自己的精神 体力照顾 当需要你扮演重要角色的时候呢 你精力充沛 体力充足 你就能够把事情办 好 那像我们做教授 这写论文 写论文的时候 精神力 精力非常有的时候 被体力很累的时候 没有办法使用 但是我发现 其实只要把作息 管好 那白天的时候工作 在该写论文的时候 该读书的时候 就会有良好的体力 反正一天当中 最精华四五个小学 其次三四个小学 做一些比较简单的事情 一人大概做十个小学 不会有什么问题 但是 要规律 我体会到一个原则 效率就来自于 不过 精力来自于心里的状态 当你有仇人 你绝对没有精力 绝对没有好的精神状态 去做精细的事情 尤其是越精细的事情 你越做不出 要写论文 要写很难的论文 就你正在跟别人生气 那是不可能写论文的 好 你要为公司写 企划书 要交给长官 要在会议场合上 做报告 但是你正在生气 你怎么可能写得出 那个企划书 写不出来 所以我说 当你有仇人的时候 三分之二 至少二分之一的精力 消耗在那件事情上 与其制造仇人 不如去放纵欲望 两天就体力恢复了 制造一个仇人 在有仇人的时间 你都不可能工作 不可能做精致的工作 好 我们要爱护我们的体力 第一 不要有仇人 第二 不要放纵欲望 最好的办法就是 做习正常 我们当然还是要 休闲活动 还是要正当的娱乐 但是呢 做习正常 做习规律 规律就是效率 三天打鱼 两天晒 熬夜个两天 然后呢 后面一个礼拜 身体没有体力 这不是一个有效率 每天都做 这件事情就累积 成长 写出这么多的文章 是因为持续的做 办了这么多的活动 是因为持续规律的做 而不是靠熬夜 这种方式 所以要把自己的体力调节 如果一个人是要为社会服务 白天的时候无精打紧 请问他怎么为社会服务 如果一个老板要赚钱 我们都听过很多故事 通常六点钟他就到公司去了 之类的 他是一个自律胜强的人 对人为什么会成长 为什么会成功 为什么会出类拔萃 为什么会事业有成 他一定把自己的体力调到最低的状态 所以经历好的时候都在做事 累了以后就休息 不会作息失调 生活非常的规律 所以好的体力都用在做事情上 所以要爱养经历 经历不足 你的眷容 面路眷容 就会被人家看到 你要跟人家谈生意 体力很差 人家不会放心跟你合作 你要跟人家谈事业 精神状态不好 人家不会放心 把重责大人交给你 连自己要写文章 要写企划书 要想一个什么事情 体力不好 你都没有办法想清楚 好 我们看红字就好 陈一川先生说 学者需禁守此心 不可急迫 栽培身后 含涌其间 然后可以自负 急迫求之 只是私心 终不足以达到 我们 为社会服务 要把一个活动办成 我们心很急 这里骂骂这个人 那里骂骂那个人 急迫 陈一川说 当我们现在这种状态的时候 实验我们有私心 这话很奇怪 明明我就是要为公家服务 为什么说我有私心呢 你如果要为公家服务 你提早准备 不要前面都在玩 现在要办这个活动 长官要来了 你要最完美的呈现 前面该准备的时间 你都在玩 该交代的 你没有交代 该检查的 你没有检查 到了活动的期间 这个不能配合 那个不能配合 这个骂人 那个骂人 非常的急迫 你在担心什么 没有办法用 最完美的面貌 呈现在长官面前 以获得长官的肯定赞美 你要获得这个功能成就 你平常就不善待你的干部 你要做事的时候 要找他们的时候 不见人 平常善待你的干部 做事找他们的时候 早就站在你面前 长官你有什么事情 我一定帮你做 这样子 然后呢 流程搞清楚 闲的时候 就在研究这件事情 你用了很多很多的力气 跟时间 在处理这件事情 等活动发生了 那个时刻呢 所有该有的条件 早就准备 轻松就把它完整 不用急迫 人在办活动的时候 急急躁躁 急急忙忙 就是在办活动前面 应该用准备的时间 他拿去做别的事情 做什么事情呢 不知道 为什么不知道呢 因为都不叫做事情 所以都不知道 到底时间用到 所以全力以赴 早做准备 事情发生的时候 肯定是指挥若定 轻松自在 什么条件都成熟 需要什么 他就在现场 需要什么人来 他就在现场 你事先做了太多的准备 如果不是这样 需要什么不在现场 需要什么人也不在 你就会急 急就会骂人 因为你要 他完美的呈现 所以 做公家的事 不要生气 不要骂人 不要责备 我们有太多的时间 早就可以弥补 这中间环节的落差 否则就只是一个 好胜心 太急迫 只是私心 终不足以达到 二十三条 境界非常高 等一句话 圣人不记事 所以只能记得 惊人妄事 以其记事 不能记事 处事不惊 出于养之不顽固 圣人不会去记得 我要做多少件事情 什么意思呢 圣人只做一件事情 为天下服务的那件事情 为了做这件事情 他全心全力地投入 所以什么时候该做什么 什么时候该关心什么 他脑筋清清楚楚 所以他都不会忘记 不必写下来 他也不会忘记 所以常记得 至于圣人不记事 是不记什么事呢 什么时候哪一个长官 在家里办什么活动 要不要送多少礼去 他不记得这件事情 什么时候什么人 说了别人一个什么坏话 这个坏话 如果被那个人听到 那个人一定会非常生气 什么时间我有机会 看到那个人 我好跟他讲 人家曾经说他的这个坏话 的这些事情 小人会记 这就是什么 妄言 所事 言不及意的事情 小人整天记这些事情 该办事的时候 该办活动的时候 该删进哪一个发条 忘记 该上哪个螺丝 忘记 该跟谁事先打电话 再提醒一下 都忘记 因为他的力气 都不是用在作数上 都是用在杀时间上 杀时间的时候 他知道一滴箭 ABCDEFG 第二三四五六七 什么都知道 侃侃而谈 十分的风光 享受谈话的那种 领导者的乐趣 掌握聊天时候的风光 但是在正式的工作职场上 一点用都没有 聊天的时候 知道的最多 办事的时候呢 言及之而不言 为之隐 小人呢 惊人忘事 以及忌事 小人做事 该做的事都没有做 都忘光光 为什么呢 因为他都在 非正式场合 是英雄豪杰 他记得非常多 非正式场合 让大家兴奋的事情 他立即用在那些事情上 所以各位朋友 群居终日 言不及意 好心想会 是很失德的事情 小人就是 该记的事都不记 不用记的事情 知道的很多 聊天的时候 有非常多的题材 非常的风光 非正式场合 一把照 这边可能有不少厦门人 台湾有一句谚语 我用闽南语说一下 传承很类似的 暗时转头楼 天更无法无法 你说一下那个意思 就是晚上聊天的时候 意见非常的多 招数非常的多 白天办事的时候呢 一点能力都没 天亮了以后 一点招数都没 这就是 祭世 不重要的是 祭了 暗时转头楼 天更无法无法 晚上的时候呢 聊起天然 什么事情都知道 这个人的事情 那个人的事情 我告诉你 谁谁谁就是怎么样 所以还会怎么样 而谁谁又是怎么样 怎麼樣 天生知道了一堆 白天让你办事呢 没有哪一件事办的成果 好 主事不经 接触于养智不顽固 没有把自己培养的 圣人培养自己 为天下服务 力气都用在学习跟服务上 没有理想的人 浪费生命的人 小人 时间很多 必须杀时间 所以知道很多 根本不需要知道的事情 成一川说 不能动人 只是成不治 于是厌倦皆是 无诚处 做事 没有办法感动别人 没有办法影响别人 只是因为诚意不够 因为诚意不够 我并不真的想这件事情成功 我关心的只是我自己的私事 而不是公事 公事成功也好 不成功也好 反正我有打电话给他 我有跟他交代 我已经跟他发了email了 我上个月就跟他发email 我怎么想他今天没有来 之类的 诚意不够 于是厌倦 做事情呢 就不能够投入 做一做就烦了 不想做 不想做 那你要做什么呢 也没什么事情要做 皆是无诚 对有诚意的人 做一件事 很长很长时间之前 就做各种的准备 各种的安排 事到临头的时候呢 所有需要的条件 全部成熟 全部到位 没有诚意的人呢 就是随便讲一下 随便交代一下 事情到的时候呢 反正缺什么 当时再补什么就好 活动的品质如何呢 不重要 这样怎么能够感动人心呢 怎么样能够让别人 愿意跟你好好合作呢 不可能的事情 好 或为人不知 何柔宽缓 人莫不知 我们都知道 态度要温和 讲话要客气 一碰到事情 就发脾气 承明道说 这只是智不胜气 气反动其心 意思就是说 我没有真正的励志 好好为大家服务 如果真正励志 好好为大家服务的话 那么碰到事情的时候呢 早就该准备的都准备好 不会有不差的 不会有失误的 也不会因为事情办不好呢 就立刻暴跳如雷 迁怒于他人 而是什么 君子都是反攻自行的 所以想自己有没有什么 没有做到 没有做好的 这样子是君子 罪己则攻不可服 所以君子就是要反攻自行 自行了以后 不对的我们改进 对的呢 那我们就加密 这样子 不对的还有改进就好 地不当长留在心胸为悔 我跟大家讲一个状况 一个人犯过错误 后来怎么样都爬不起来 问他 他都说 我很自责 我很厚厚 然后呢 他就再也爬不起来 关键是他在自责吗 关键是他在后悔吗 不是 关键是那一次事情的失败 已经把他的志气给用光了 没有志气 所以他的自责跟后悔 只是他躲藏在 不必东山再起的借口而已 本来就没有什么志气 又妄言承担了承担不起的责任 失败 跌得很惨 再也不想的理想 再也不愿意东山再起 为了躲避东山再起的 众人的期许 就说 我很自责 我很对不起 别人 这样子 所以呢 我应该去拟捕 然后呢 就不必东山再起 承明道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不当长留在心胸为火 你整天在后悔干什么呢 你认为你错了 承认错就好了 接下来就是 就要重新再站起 哪里跌倒 哪里站起 所以跌倒了 站不起来的人 整天在道歉 整天在后悔 其实就是没有志气 隐藏自我 好 言语紧急 是不是气不定呢 跟人家谈事情 不要急躁 不要过过大骂 这夜当喜 语言道自然反识 气质就是变了 学至于气质变了 方式有功 特别是重要的事情 特别是关键的事情 谈话的时候 心平气 一个字一个字 清清楚楚地讲 而不是非常急躁 或者口齿不轻 各位朋友 口齿不轻 是有意遮蔽 我们讲话的内容 因为我们自己 对讲话的内容 没有把握 故意讲话不清楚 因为你对自己 讲话的内容 没有信心 或者是讲话急躁 对于你要对别人 要求的事情 你自己也不认为 那是对的事情 所以随便交代一下 有讲就好 让那件事情结束 结束就好 这样子 好 张衡渠说 各位朋友 张衡渠讲的话 非常的刀刀剑 事学 就是为人处事的智慧 大家都不讲究 男女从小 在家庭教育当中 变交度坏 好 就是子弟没有好 我的教育 等到长大以后 小时候的那些 坏的毛病 更加的严重 更加的凶狠 就是因为他做子女的时候 未尝为子弟之事 对没有 什么是为子弟之事 朱伯卢 自家各有 还有弟子归 弟子归 弟子归就是为子弟之事 早上早早起床 然后撒扫停除 然后向父母问好 出门的时候要禀告 回家的时候要禀告 遇到长者呢 要有礼貌的问好 眼睛要看着他 他走远了以后呢 我们才能够走 这些这些 都是小学寒养的功夫 这些东西没有教 语言相处没有礼貌 长大长权做官了以后呢 为非作为 与其亲己有物我 舍及自己的私利 连自己的亲人 都要争夺 没有把自己的亲人 当作自己 我跟他分财产 分家 对自己亲人 已然如此 在社会上 被百姓服务的时候呢 那就更加可怕 不肯虚下 病根常在 随所居而长 致死依旧 小兽就是这样 长大了老了以后呢 坏毛病 所以什么是试学呢 子弟之事呢 为子弟 撒扫应对 如果你不能安撒扫应对 在朋友 对朋友谦虚客气 朋友不是拿来助长傲慢 朋友是尽学 尽得修业 砥砺制行 一起合作 要拉着他一起成长 所以对朋友骄傲 小时候在家不扫地 然后呢 碰到长官 不尊重他 胆子蛮大 这个长官可能 现在治不了你 你就对他不尊敬 你就没有职场连理 对长官可以不尊敬 当你掌天下权力的时候 张永迪这段话 很明显就在讲王安石 掌握天下权力的时候 不能下天下之戏 把有能力的人才 请到朝廷来做官 甚则至于寻私意 假公济私 律理都上 就是小时候的毛病 到今天都在 而且呢 越长大 毛病越严重 越凶狠 所居 所接而长 随着你的年龄增长 毛病更严重 人须一事一事消了 便一里才胜 好 这个我快讲了 我只讲红色的就好 都 注意 掉个金灰絮 是不是有钱 有权 有车 之类的 其实不是的 当然不应该是这样 世人多胜于择序 呼吁择富 序意见 男孩子 男生 行为举止在外面 大家容易看到 富难知 以前人都在家里 品德好败 不得而知 所以呢 所系胜重 岂可护灾 那今天男女平等的时代 这个 选择女婿也很重要 选择媳妇也很重要 因为古代呢 是大家庭的生活 那今天比较小家庭的生活 依然很重要 但是严重度没有以前那么高 确实 但是依然很重要 所以夫妻两人建立了一个 新的家庭以后 跟自己原生家庭 好像没关系一样 那这就不是符合传统伦理 符合传统伦理呢 这个我们现在也尊重 小家庭的自主性 但是呢 夫家也好 妻家也好 原生家庭的关系 还是要照顾 好 人无父母 这句话比较重要 父母不在了 生日那一天 要思念父母 生我 养我的心 所以应该处于 悲痛的状态 怎么忍心 在那边喝酒 滑拳 纵欲 玩乐 除非父母还健在 那么我生日的那天呢 感谢父母 也找我的朋友 一起来庆生 下面这句也很重要 我早上跟大家讲的 生病要怎么照顾 生病到死亡的过程 也是一个照顾 而且是更重要的照顾 这句话讲的时候 讲的是生病 要懂得怎么照顾 好 若病于床 伪之拥医 彼之就等于不辞不孝 世青者不可不知一 所以每个人要知道 医学的常识 各位朋友 你知道医学的常识吗 你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鼓励大家知道 但是我们认为 我们应该要有 好的医疗系 对不对 所以我们父母生病的时候 送到医院 有一个好的医疗系 你不需要有人际关心 求人情 或者塞红包 才能够得到好的医疗 文明的社会 就应该是一个 大途的社会 福利的社会 要有非常好的 医疗的系 所以我们要信任医师 我们的父母 需要有好的医师 请问我们的子女 需不需要有 好的幼稚园 好的小学 好的中学 好的大学呢 也需要 我们出门的时候 需不需要有 好的交通系统呢 也需要 我们去 这个购物的时候 需不需要有 好的产品 好的食品呢 都需要 我们自己就是 各行各业 所以我想把这个观念 做一个扩大 不管我从事什么行业 都要有服务的人生 观 把这个行业做 把服务的品质 当作最重要 而不是我赚更多的钱 请注意 这样子 我就在伤害社会 也就是在伤害 我自己的亲人 我的家人 所以我们希望 社会进步 是因为我们爱 我们的亲人 我们的家人 每一个人都有 非爱不可 是谁呢 你的亲人 你的家人 你的爱更扩大 你的朋友 你的同胞 只要是人类 宗教师呢 就爱所有的人类 我们一般的人呢 儒家讲的 亲亲 人民 爱恶 爱有等差 但至少从自己的家人 爱起 然后爱社会 爱百姓 爱天下人 总之 因为我们有 非爱不可 所以我们希望 社会变得更好 所以我们自己呢 应该要 在自己的岗位上 扮演那个重要的景色 让社会变得重要 道理在这个地方 今天医学 这么复杂 已经不是我们 可以知道人了 所以我们就 寄望好的医学 至于我们在 哪个行业呢 就把那个行业做 那我早上来强调 一个重要的观点 死亡是一个例子 我们应该要有 这方面的知识 帮我们的长辈呢 照顾 好 我看一下 那非常重要 非常棒的话 有 张恒曲讲话 都非常的直接 下一个讲话 很直接的是 胡黄 但我们今天可能 没有时间 张恒曲说 各位朋友 张恒曲谁呢 张仔 有一段话 大家肯定听过 为天地利心 为声明利命 为往胜记绝学 为万事开开平 多么有气魄 这就是 如者 说的话 张恒曲说 天下事 我们每天 在面对的事情 不过就是 怕人家笑我 没钱 但这一点 都不重要 但我们都 只关心这件事情 大贩 只是为人 非笑 怕别人 笑我 什么呢 不养居 没有车子 没有马 十粗 一 二 穿的 不是料子 的衣服 吃的呢 不是高档的食材 住的地方呢 不是名人像 我们每天 怕的都是 这些事情 这些事情呢 恐人 非笑 而不能够 深刻的理解 当生 则生 当死 则死 当死 则死 前面我们读到 论语的一句话 守死 善道 不公义的事情 不能做 即使 牺牲了生命 也不能做 你做了 维护了自己的生命 你可能害死了千万人 所以我们还是要 互生 守死 善道 当生 则生 当死 则死 得不到就算了 贫贱没有关系 道义的事情 是不能违背 黑心食品 一本万利 这种钱 不能赚 居然有人敢赚 黑心食品 不是食材的东西 做为食材 这种行为 道理 义理 事理 情理 义理 过不了关 各位朋友 任何的企业 义理上过不了关的事情 就是不能做 做了以后 自己会很惨 因为你已经让社会 受到了伤害 好 这个 今日万中 明日弃之 今日富贵 明日积业 饥饿亦不去 唯亦所在 我今天 财富很多 但是因为这件事情 我不做 所以我就会丢官 明日弃机 那我要不要丢官呢 我要丢官 我明可丢官 因为这件事情不对 就不能 然后呢 今日富贵 明日饥饿 这件事情不该做 我就是不做 宁可明日饥饿 在所不辞 唯亦所在 如果我们就怕别人 笑我们 没有权 没有事 没有钱 等等 而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的话 那是不对 宁可 被人家笑这些事情 也没有关系 这就是人生的意义 人生的这个 教学 重点 所在 好 这句话很简单 很明白 人不多事 就是事情好多不想做 好 这个 我好可怜 同情同作 怎么这么多事情 陈一川说 事事虽多 尽是人事 只要 是 事情的事情 都是对众人 有关系的事情 所以他才成为事情 既然是 人的事情 人事不教人做 更择谁做 人的事情 就是人来做 是 人里面的人才来做 人才就是君子 是君子 就应该去做 人的事情 不要嫌事多 前面 陈一川讲 我们不会因为读书 而把自己搞得很累 同样的道理 我们也不会因为服务 把自己搞得很累 我们只有因为好胜 才会把自己搞得很累 我们只有因为纵欲 才会把自己搞得很累 我们只有跟别人结仇 才会把自己搞得很累 为社会服务 晚上累了 也没有人跟你一起干活 你当然得休息 第二天起来 情力充沛 精神状态良好 总之呢 规律就是效力 只要是该做事 都去做 用时间来换时间 把休息的时间 玩乐的时间 也拿来做事 这样就 就会很有效力 人就应该 做人的事情 好 差不多了 这些都还好 好 那今天的这个 近思路 或儒家的部分 就讲到这里 也非常抱歉 这个 设定的材料没有讲 不过本来我就很担心 设定的材料 本来就稍微过多 那因为我觉得 大家听课的状态 这个初步 我的预料的好 就让我就一直 很认真地沉浸在 这些儒家的语言里面 这个最近很少很少 有这样的上课的气氛 也非常谢谢大家 那反正已经七点了 我们今天无认为该下课 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